第261章以命换命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眼看就要到了晌午 苏子墨还没从密室中出来 商骨在旁边等得有些不耐烦 紧皱眉头 不断在院子里剁步走着 脸色难看 此时 他心中已经有些后悔 在他看来 苏子墨这么久都没出来 肯定是练器失败了 两年的租金 足足有6000块上品零食 相当于两件上品零器 再加上他定制的一件上品零器 这等于赔了三件上品零器 就为结交一个练器师 搭进去三件上品零器 亏大了 商骨暗自懊恼 长午时分 苏子墨终于从密室中出来 眉宇坚难掩疲 似乎精神消耗极大 商骨一看 更加确定心中的推测 道友 我的上品零器 商骨凑上前 啼笑若不笑地问道 苏子墨摇了摇头 道 没练制出上品零器 果不其然 商骨收起笑容 脸色一沉 不等苏子墨继续说下去 当即打断道 墨道友 之前的两年租金我没收 再加上这件上品零器的损失 咱们还是研究一下赔偿的事吧 赔偿 苏子墨唯唯挑眉 渐渐反应过来 眼中闪过一抹嘲弄 问道 这么说 这件极品灵器你不要了 格 极品灵器 商骨愣住了 一度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什么 练琪也瞪着美眸 不敢相信 苏子墨弹开手掌 掌心中静静地躺着一柄刚刚出炉的飞剑 与商骨要求的一模一样 苏子墨注入灵力 见身上迸发出一团夺目赤圣的灵光 接连有四道灵纹闪亮 几乎闪下了商骨的双眼 四道 四道灵纹 商骨差点下的一屁股坐在地上 目瞪口呆 声音颤抖 极品灵器 取久之后 一声刺耳的尖叫在宅子里响起 传遍每一个角落 商骨两眼冒光 神色亢奋 激动地脸颊通红 想要上前拿过这柄极品飞剑 却又不好意思 手足无措 倒也不怪商骨如此失态 京丹真人寿远有五百年 一般而言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京丹真人的修为境界健身 积累沉淀日渐丰厚 都能得到一件或是两件上品灵器 但除了天荒大陆的顶尖势力 大多数的京丹真人 终其一生 都未必能得到一件极品灵器 莫道友 莫公子 商骨谄媚的笑说道 您是最顶尖的练习师 别跟我一般见识 我刚才都是在胡言乱语 您别当真 虽然商骨是京丹真人 但当苏子莫能练制出上品灵器 甚至是极品灵器的时候 两人的身份地位 就已经对调了 拿去吧 在锤炼之术上卖出至关重要的一步 苏子莫心情大好 懒得与此人计较 莫公子 这处宅子从今日起 就是您的了 您随便住 商骨接过极品飞溅 脸上都快笑开花了 他这处宅子 最多也就卖个十万上品零食 而一件极品灵器 最少都要五十万上品零食 怎么看 他这笔买卖都赚大了 可谓是柳暗花明 商骨美滋滋地离开了莫林练气房 当天 一个消息迅速地在王城中传开 识破今天 莫林练气房 从今日开始 不再练制上品灵器 而是开始定制极品灵器 定制极品灵器 是什么概念 这意味着 莫林练气房有十足的把握 练制出极品灵器 古往今来 从未有练气师敢夸下这样的海口 当然 莫林练气房定制极品灵器 与之前的规矩有很大不同 第一 莫林练气房每个月 只定制一件极品灵器 其他时间都不会开业 第二 每个月的月初 莫林练气房会举行一场竞拍会 借高者得到当月定制极品灵器的机会 第三 极品灵器的材料 需要修饰自备三十份 消息传出来 王成瞬间炸了 诸多精丹竞强者纷纷现身 从闭关中走出来 欲要前往莫林练气房 极品灵器 对于精丹真人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有价无事 以苏子墨的能力 每天下午 只需要一份材料 就可以练制出一件极品灵器 这样下来 一个月他可以炼制出三十件 极品灵器 这是一个极为恐怖的数字 一旦全部放入房市之中 将会引起巨大的轰动 甚至会引来诸多麻烦 极品灵器的价格 也必然会有所下降 所以 苏子墨换了一个方式 对外 他一个月只炼制一件极品灵器 但实际上 利用定制极品灵器的三十份材料 苏子墨每天都会炼制出一件极品灵器 继续提升自己的炼器水平 这天夜里 真火炼器房中来了两位金丹真人 风尘仆仆 面有风霜 这两位金丹真人都是上了年纪的老者 虚发花白 满脸皱纹 眼神浑浊 浑身透着一股垂老耻目之戏 问寒 梁秋 两位倒有快请进 张长老上前 连忙将两人迎入后堂 张长老 多年不见 别来无恙 问寒点点头 拱手道 唉 张长老摇了摇头 长叹一声 梁秋道 张长老不必忧心 我们此行前来 就是为宗门解决此事 你尽可放心 是啊 我们两人受缘无多 与其老死 不如拼死此人 换得真火门的兴盛 问寒浑浊的眼底 闪过一抹狠色 这一年半的时间 真火炼器房始终都在隐忍 但当莫灵炼器房 可以定制极品灵器的消息 传出来之后 张长老再也坐不住了 莫灵炼器房的影响越来越大 若是任由发展下去 影响的不仅仅是真火炼器房的生意 甚至对真火门的名声 都有极大的折损 真火门第一时间派遣两位 金丹真人赶赴王成 这两人就是梁秋和孟寒 真火门的计划很明确 就是换命 大周王成中 有三大王成守卫 分别是持旧卫 清准卫 百药卫 三大守卫的统领 都是金丹靖强者 三大守卫轮流交替 在各大街道日夜巡逻 守卫森严 稍有风吹草动 巡逻的守卫就会在第一时间赶到 而梁秋、孟寒两人 就是要在王成守卫抵达之前 将莫灵斩杀于炼器房中 这是一次明知必死的刺杀 以命换命 当然 若非梁秋、孟寒两人受援将禁 也不可能来做这件事 第262章十个呼吸 莫灵炼器房 苏子莫盘西坐在房间里 一边以炼葬天的呼吸之法吐纳 一边炼化着体内的龙弹晶圆 每一次吞吐 苏子莫的口鼻都会释放出一股浓郁的妖气 弥漫在房间里 幻化出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 或振齿腾空 或仰天嘶吼 形态各异 神俊不凡 在这万兽群妖之中 苏子莫静坐在中间 窥然不动 散发着一股凌驾于众生之上的恐怖气息 令人心悸 此时正值夜深人静 念其在一旁的房间中早已睡去 唯有夜灵一直伴在苏子莫身边 突然 苏子莫从修炼中惊醒 睁开双眼 两道寒光在黑夜中一闪即逝 他感受到一阵极为强烈的心悸之感 几乎似乎同一时间 夜灵也有所察觉 站起身来 苏子莫眯起双眼 院落里 好像没什么不同 若非拥有灵觉 苏子莫很难察觉到 危险已然破镜 有人翻墙落入院落里 竟然能瞒过苏子莫的耳目 做到悄无声息 可见此人实力的强大 积水河 仍在哗啦啦的流淌 好像很正常 但苏子莫隐约捕捉到了流水声中的一丝异样 前方 后方都有强者靠近 若是苏子莫所料不错 来人应该都是精丹真人级别的 梁秋和梦涵不敢大意 两人在真火炼器房就已经做好计划 为宝万无一失 两人兵分两路 一个正面从围墙进入其中 另一个潜入积水河 顺流而下 几乎是同时 两位受缘无多的精丹真人 进入到这处宅子里 朝着苏子莫的房间逼去 直到此时 两人都还没有动用灵力 一旦动用灵力 特别是厮杀对拼 必然会惊动王城守卫 越早惊动王城守卫 就意味着留给他们的时间越少 突然 一声悠悠叹息 从房间中传出来 你们终于来了 听到这句话 梁秋和梦涵神色一变 紧接着 就在他们的脚下 闪亮出一道道璀璨夺目的光滑 大镇之光 在这处房间的外面 竟然还刻画着阵法 大镇之光赤胜如炬 只冲云霄 为茫茫夜色增添了一份肃杀 今夜 轮到清准位巡逻 每一个清准位的座下 都有妖兽清准为伴 故有此名 每一头清准都是住激进灵妖 各个不凡 实力强大 闪动着翅膀 全力爆发之下 速度极快 在王城街道中巡逻的清准守卫 全部看到了这道阵闻光束 看这大镇之光 应该是一座二级大镇 嗯 不过 看这光线博杂 可能是两种或是两种以上的大镇 融合到了一起 清准位一边朝大镇之光的始发地及持 一边议论着 这是哪个方向 咦 看这位置 好像是莫灵炼气防 不好 莫先生有难 众多清准位神色大变 奋力及持 其中一人还从储物袋中摸出一块青色令牌 用力地抛向空中 令牌被抛到最高点 悄然无息地炸裂 浮现出一只巨大的清准 清准令 只有发生极为重大之事 才会祭出清准令 这两年来 在王城中要说影响最大 民生最响的 就要属莫灵炼气防的主人 炼气师莫灵 如今 即便是众人茶余饭后的议论 都要尊称一生莫先生 等定制极品灵气 光凭这一点 莫灵就足以封为大洲第一炼气师 在王城中 无论是京丹出其真人 还是京丹后其 都以能见到莫先生一念为荣 几乎是同一时间 一道青色身影腾空而起 风驰电掣一般 朝着莫灵炼气防及驰而去 就在大阵之光亮起的刹那 梁秋和孟涵两人心中一尘 虽然眼前这只是二级大阵 还困不住两人 但两人还没见到传说中的莫灵 便已经惊动王城守卫 等同于失去先机 举世急转直下 完全处在被动 持葛呼吸 若是清准位的大统领目 东青全力及持 赶到此地 只需要持葛呼吸 这意味着 梁秋和孟涵两人 必须要在持葛呼吸之内 将莫灵找到 并且将其当场斩杀 否则 持葛呼吸之后 等清准位大统领赶到 死的将会是他们 持葛呼吸 足够了 梁秋大鹤一声 左手捏绝 凝聚灵树 梁秋右手袖跑抖动 一柄飞剑近视而出 几乎是瞬间 剑身上亮起三道灵纹 上品灵气 轰 伴随着一声巨响 二级大阵的屏障当场碎裂 消散在天地间 露出后面的一位青山修士 眉目清秀 神色平静 目光冰冷地望着这边 同一时间 孟涵手掌拍在橱雾袋上 双手挥动 竟射出两道寒光 灵纹亮起 光芒大圣 两柄上品飞剑 给我死吧 孟涵的两柄飞剑 犹如两道掌红 直奔青山修士次序 剑身味道 寒气逼人 周围的温度奏降 此时 一个呼吸已经过去 众所周知 莫灵炼器房中只有两人一兽 眼前这位青山修士既然不是那个名为念琪的少女 其身份已经呼之欲出 实际上 当见到苏子墨的一刻 梁秋 孟涵两人有少许错愕 他们从未想过 被称为大洲第一炼器师的墨先生 竟然是一位二十出头的青年 而且 这个青年只有助击静修为 但很快 当梁秋 孟涵两人缓过神之后 眼中便闪过一抹嘲弄之色 在两人看来 眼前的苏子墨 已经是一个死人 在两位金丹真人的联手之下 别说苏子墨只是助击后期 就算他是开脉修士 也绝对撑不过时得呼吸 孟涵的两柄飞剑朝着苏子墨刺去 速度极快 苏子墨没有丝毫躲闪的动作 似乎吓傻了 又许是反应不过来 结束了 梁秋 孟涵两人冷冷地看着苏子墨 仿佛能看到后者的头颅被飞剑刺穿 鲜血喷涌的场面 咔嚓 下一刻 战场上响起的碎裂声 让两人神色大变 没死 飞剑没有刺中苏子墨 反而刺破了另一层屏障光雾 二级大阵之外 还有其他阵法 这是一座连环大阵 此时 两个呼吸已经过去 第263章显向还生 在梁秋 孟涵两人的视线中 苏子墨就在不远处 似乎触手可及 但实际上 在双方之间 却隔招数时做二阶阵法 早在一年前 在夜灵杀掉幽影鼠的那的夜晚 苏子墨就已经意识到 王城中有人想要他的命 甚至在未来某一天 或许会有金丹真人前来刺杀他 筑基静与金丹静的跨越太大 纵然苏子墨先妖同修 全部爆发气血之力 也无法与金丹真人正面硬汉 一旦有金丹真人前来 他几乎是必死的局面 但 这里毕竟是大周王城 苏子墨要做的 不是与金丹真人正面对抗 而是突延时间 只要撑过短暂的时间 等待王城守卫赶到 金丹真人的刺杀也只能功亏一亏 为了这一天 苏子墨在外面布置了众多二阶阵法 环环相扣 阵阵相连 就算金丹真人陷入其中 也很难在短时间内破阵而出 这套阵法融合了幻阵 困阵杀阵 共有促识作 虽然也是二阶大阵 但几乎是二阶大阵中的巅峰 轰轰轰 梁秋和孟涵两人不断爆发灵树 光芒闪耀夜空 大阵破碎的声音此起彼伏 转眼间 又过去两个呼吸 距离两人曝露行机 已经过去四个呼吸的时间 但两人依旧置身于大阵之中 没有冲出去 嗯 孟涵感受到时间的紧迫 神色为变 韩声道 此人到底布置了多少坐阵法 两个呼吸的时间 两人最少打碎了十座大阵 但仍没有冲出此地 再这么拖延下去 恐怕没等见到苏子墨本人 两人就耗死在大阵之中了 梁秋从除雾袋中摸出一枚福禄 眼中狠色一闪 注入灵力 呼 福禄飘浮在半空中 身上闪烁着三道无比刺眼的灵纹 散发出一股强横无匹的力量波动 越发剧烈 三阶福禄 苏子墨心中一领 这道三阶福禄散发出的气息 比梁秋和梦涵两人合力出手都要恐怖 若是被这道福禄爆发出的力量正面打中 以苏子墨的肉身 都会被瞬间挤穿 福禄碎裂 轰 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莫灵练气房中的地面颠簸 发生剧烈战斗 侵蚀碎裂 泥土翻涌 房屋晃动 似乎随时都可能坍塌 无数尘埃速速而落 在福禄碎裂中心 迸发出一团赤圣夺目的光滑 犹如烈日降临 近乎毁灭性的力量席卷八方 原本 在梁秋 梦涵两人周围 还剩下三十几座二阶大阵 纵然不懂阵法 两人完全凭借蛮力破阵 想要尽数破去这些大阵也会很快 十个呼吸足矣 但就算能破去大阵 两人此行的任务 也等于是失败了 时间紧迫 所以 梁秋不得已祭出这道三阶浮路 这是他最强大的功法手段 几乎用全部家当换来的 也是他最后的底牌 浮路碎裂之后 恐怖的力量瞬间将三十多座二阶大阵 全部摧毁 还剩下五个呼吸的时间 就在大阵碎裂的同时 也灵动了 一道黑影闪过 在夜色的笼罩之下 肉眼难辨 几乎是瞬间便已经来到了梁秋的身前 十根立爪 悄然无息地从肉掌指缝中间探出来 锋利狭长 微微弯曲 好像是十根巨大的钩子 闪烁着冷冽的寒光 被这样的爪子刺中肉身 几乎无法挣脱 夜灵的一对人前爪 瞬间抓向梁秋的肩甲 后爪踩向梁秋的两额处 用时张开瘦口 狠狠地咬向梁秋的脖颈 简简单单的一个动作 却几乎将梁秋的全身上下都封住了 一旦肩甲处被锁死 等同于双臂被吠 后爪刺入两额 不但可以瞬间将脏腑刺穿 还随时可以变招 抵御梁秋的双腿 这还没完 夜灵犹如长矛般的尾锥 闪烁着幽暗的寒光 已经悄然无息地刺向梁秋的丹田 每一个金丹真人 最强大的手段就是自暴金丹 自暴金丹 在瞬息间将会迸发出一股极为恐怖的力量 甚至可以将同皆修饰斩杀 当然 一旦选择自暴 自暴的金丹真人必然陨落 失海无存 所以不到最后一刻 没有金丹真人会选择自暴 甚至绝大多数的金丹真人 直到陨落的一刻 也不会选择自暴 不是每个人 都有自暴的勇气 而一旦夜灵的尾巴刺破梁秋的丹田 就意味着 梁秋连自暴的机会都没有 让你退无可退 夜灵的出手堪称完美 几乎找不到破绽 每一个细节 都将杀戮发挥到了极限 想要拥有这样高明的战斗技巧 往往需要无数次生死搏杀 欲血而战 死里逃生 才能历练出来 而夜灵 却完全是一个特例 没有人教她这些 但这些东西 却仿佛融入到她的骨子里 根深蒂固 就像是传承于血脉中的本命天赋 与生俱来 梁秋看出夜灵这个扑杀动作背后的厉害之处 心中大惊 眼中不可避免地闪过一抹慌乱 但她毕竟是金丹真人 而且是活了将近500年的金丹真人 这一生中 见过金利国的战斗厮杀太多了 梁秋的速度比不过夜灵 这个时候若是下意识地选择退避闪躲 将必死无疑 梁秋压下心头慌乱 神色冷静 手掌在储物袋上一磨 掌心中多了一道护身浮露 立即捏碎 花 梁秋的体表浮现出一道屏障 闪烁着赤胜的光芒 迸发出一股惊人的力量 夜灵的所有杀招 尽数被这枚护身浮露抵倒 夜灵的身躯 也被护身浮露的力量弹开 梁秋吓出一身冷汗 卡卡卡 光雾碎裂 暗淡下来 虽然梁秋毫发无损 但夜灵的一次扑杀 就废掉了一道三阶护身浮露 而梁秋也凭借这道三阶浮露续命 得到喘息之机 也许 你好胆 梁秋勃然大怒 精丹运转 精纯无比的灵力迸发 左手捏绝 右手挥动 剑气如霜 瞬间刺向夜灵的头颅 夜灵的出手不忠 就已经意识到不妙 嗖 寒光闪过 双方距离太近 再加上梁秋大怒之下 全力出手 飞剑几乎是瞬息而至 夜灵奋力偏头 避过致命要害 一溜血光闪现 夜灵的脸颊 被划出一道身级剑骨的伤口 鲜血淋漓 实际上 以梁秋经单净的实力 就算夜灵避过要害 剑身上的剑气 也足以将夜灵的头颅切成两半 但正是夜灵脸颊上的漆黑鳞片 抵挡住了剑气大半的伤害 才让他保住性命 仅仅一个回合的交手 却是显向还生 一人一兽 若是应付不对 稍有差池 都会横尸当场 第二百六十四张薄杀金丹 不管怎样 毕竟双方实力差距明显 夜灵还未度过幼年阶段 只能算是助击近零腰 梁丹虽然是迟暮老人 但却是金丹静的真人 更何况 他的飞剑只是先手 就在初剑的刹那 梁丹左手捏出灵绝 凝聚出一根巨大的火毛 散发着无比炙热的温度 周围的空气都已经燃烧起来 发出噼里啪啦的乱响 也许 你给我死吧 梁丹低吼一声 脸上露出猙獰的笑容 双方的距离极近 再加上夜灵刚刚避开梁丹的飞剑 身形游在半空中 正处在旧立刚取 心力为生之际 根本没办法闪避 一旦被金丹真人的灵树打中 就算夜灵有黑灵护体 恐怕也要受到重创 近战搏杀就是这样 凶险万分 只争已顺 局势急转直下 夜灵异急不忠 失去先机 自己顿时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 另一边 孟涵也对苏子墨出手了 嗖嗖 利刃破空之声响起 极为刺耳 带着令人窒息的寒意 两道剑光化过夜空 几乎是瞬间 就辞到苏子墨的身前 孟涵并未因为苏子墨是助机修士 就有所轻视 赤字伯兔 一尽全力 两柄非剑一前一后 将苏子墨堵在中间 彻底截断了他的后路 大阵碎裂之后 苏子墨和叶灵 完全曝露在两大金丹真人的面前 再无任何侥幸的机会 想要活命 想要活命就只能凭真本事 当孟涵出手的时候 苏子墨没有用两眼去看 因为他知道 金丹真人的出手太快 等他看到飞剑次来的时候 再想要躲避就已经晚了 苏子墨靠的是灵爵 秋风未动缠先爵 孟涵的两柄非剑刚刚出手 苏子墨瞬间伏低身形 整个人趴在地面上 手足并用 犹如一条灵活的蟒蛇 向前方冲了过去 速度极快 飞剑落空 孟涵眉头一皱 他明显没有料到 苏子墨竟然会有这样一手 苏子墨贴定而行 神色冷静 双眸散发出深邃的光芒 落在另一个人的身上 犹如看到了自己的猎物 几乎是同时 在另一处战场上 眼看那根粗壮巨大的火毛 就要从凉丹的指尖迸发而出 叶灵的眼中却没有一点慌乱 双瞳漆黑 目光冰朗 在一人一兽的中间 虚空突然泛起了一丝诡异的波动 咻 好像有什么东西滑破夜色 瞬间反刺过来 那是叶灵的尾巴 扑 力气刺入血肉的声音响起 叶灵尾巴跟上 那锋锐灵力的尖刺 瞬间将梁丹伸出去的手臂刺穿 啊 梁丹遭词重创 不禁痛呼一声 手臂战斗 指尖上凝聚的灵力几乎溃散 火毛虽然近视而出 但力量却拽弱许多 哼 正如梁丹所料 面对次来的火毛 叶灵没有余力闪躲 正中胸口 但由于火毛力量锐减 叶灵只是在地面上打了隔滚 便爬了起来 目露凶光 浑身散发着血腥的气息 梁丹实在没有料到 就在交手的瞬息间 局势发生变化 叶灵临死一搏 不但将自己的危机化解掉 反而刺伤了他 这就是战斗天赋 叶灵利用强大的战斗天赋 应生生将绝对的烈士扳回 而且还在京丹真人的手中 占到了些许便宜 还未等梁丹喘一口气 另一股窒息的杀意扑面而来 一道黑影突然从地面上挺身而起 来到镜前 给我那命来 苏子墨大喝一声 轮开手臂 在半空中滑出一道巨大的弧度 以权为硬 从天而降 瞬间压爆空气 传来一声巨响 时间 仿若静止了 在这一瞬间 梁丹的瞳孔剧烈收缩 心脏都停止了跳动 短短几个呼吸之间 带给梁丹的震惊实在太多太多 叶玲 只是其中之一 眼前这个名为莫林的青山修士 更是如此 梁丹实在没有想到 面对两大京丹真人的刺杀 一个小小的助击修士 没有选择逃离 居然还敢主动对京丹真人出手 谁给他的胆子 而且 苏子墨的这次出手时机 堪称完美 梁丹的护身扶路已碎 左臂受伤 飞剑还没有来得及召回 刚刚释放灵术 灵力难以为继 正是最虚弱的时候 面对苏子墨的拳头 梁丹没有任何抵御的手段 只能下意识地抬起右臂 向上格挡 同一时间 身形向后退臂 砰 梁丹的手臂与苏子墨的拳头碰撞 发出一道如急败格的声响 咔嚓 紧接着 令人牙酸的鼓劣之声响起 在梁丹的视线里 自己的小臂已经完全折断 弯曲成了一种极为诡异的状态 梁丹张开嘴 刚要惨叫出声 一股更为惨烈的死亡气息扑面而来 将他的声音全部吞没 这尊大硬砸断他的手臂 竟然去世不停 力量几乎没有太多衰减 继续砸向他的头颅 这一下若是砸中 梁丹的头颅会瞬间炸裂 搜 与此同时 梦涵的一柄飞剑与叶灵厮杀缠斗 令一柄飞剑急迟而来 直奔苏子墨的脑后刺去 若是苏子墨躲闪 以梁丹的修为 必然能趁此机会脱离险境 若是苏子墨不管不顾 固然能将梁丹碧于掌下 他的脑袋也要被飞剑刺穿 横尸当场 电光火时间 苏子墨不及多想 目光闪烁了下 神色不变 收回画作大印的右手 梁浩长长吐出一口气 浑身大寒淋漓 仿佛从鬼门关走了一圈 身形抱撤 而苏子墨头也不回 摊开右手 挡在脑后 似乎想要用肉掌 去抵挡飞剑的锋芒 见到这一幕 孟寒和梁丹都愣了一下 就算墨灵的肉身再强 也绝对抵挡不住 金丹真人刺出的上品飞剑 他这个举动是何用意 难道墨灵已经傻了 当飞剑瞬间刺破 苏子墨的右手掌心 流出鲜血 但却传来一道金歌之声 飞剑没能将苏子墨的右掌刺穿 嗯 孟寒神色大变 怎么可能虽然挡住这一剑 但飞剑上传来的巨大力量 还是让苏子墨们横一声 手臂上血肉炸裂 抱起一团血雾 借着这股力量 苏子墨顺势向前迈出一步 瞬间又来到梁丹的身前 梁丹刚刚放下心来 还未等喘一口气 一颗心又提了起来 不好 对上苏子墨的目光 梁丹骇然变色 这哪里是人族的眼神 这目光 分明是要吃人 苏子墨探出左臂 体内筋骨齐鸣 手臂暴涨 软塌塌的犹如一条长蛇 迅速地在梁丹的头颅上 卷了一下 梁丹的头颅在脖颈上转了一圈 几乎被拧下来 定住的时候 已经面目全非 梁丹气绝身亡 金丹云第265章心理博弈 从叶灵出手 到与梁丹对拼厮杀两个回合 再到苏子墨期身而上 接连释放杀招 将梁丹斩杀 整个过程输来缓慢 实则只用了两个呼吸的时间 院子里 突然静了下来 梦涵瞪着双眼 看着倒在地上的梁丹 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之色 金丹真人竟然死在了 筑基修师的手中 一切发生得太快 快到让梦涵难以接受 更让梦涵不理解的是 他的飞剑为何没有刺 穿苏子墨的手掌 飞剑明明已经刺破 苏子墨的血肉 为何突然卡住 反而传来金歌之声 若非如此 梁丹根本就不会死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苏子墨虽然是先妖同修 叶灵虽然爪牙锋利 但若论真正实力 还是无法与金丹真人 正面硬汉 换个环境 换一个局势 单打独斗之下 无论是苏子墨还是叶灵 都只能落荒而逃 但修饰兼薄杀 影响结果的因素实在太多 等薄杀金丹真人 叶灵鞠躬至伟 若非他的出手 破取梁丹的护身服录 又吸引走梁丹大半的注意力 苏子墨很难有机会晋升 当然 梁丹犯下最大的错误 就是低估了苏子墨的气魄和决心 不光是他 梦涵也没有想到 面对两大金丹真人的刺杀 苏子墨还敢主动出手 仅仅是两个呼吸过去 局势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梁丹身语 只剩下梦涵孤身一人 最重要的是 他只剩下三个呼吸的时间 不知何时 在另一个房间中 走出来一位十七八岁的少女 身着淡雅长裙 容貌极美 枯黄的头发打着倦人 散落下来 练齐的身前 悬浮着一柄飞剑 剑身翁鸣战斗 灵光大胜 上面竟然闪烁着四道灵纹 极品飞剑 梦涵看了一眼 嘴角抽动了一下 眼珠子差点掉出来 身为金丹真人 他活了四百多岁 眼看就死了 一生中也没用过极品飞剑 这个女娃只是筑机出席 只是人家的一个小侍女 居然都有极品飞剑用了 孟涵突然想起 最近王城中的一些传言 不少修士都说 眼前这位青山修士 是大洲第一练启师 甚至可以定制极品灵器 在这之前 孟涵还不肯相信 对这些传言嗤之以鼻 他活了这么久 还没听说哪个练启师 敢放出豪言定制极品灵器 而如今 当见到念其身前漂浮的 那柄极品飞剑的一刻 孟涵相信了 一个小侍女都有极品飞剑了 这个莫灵的有多少极品灵器 院落里 苏子墨 叶玲 念其三人站在三个方向 与孟涵对峙 正常而言 一个筑机出奇的小姑娘 对孟涵毫无威胁 但问题是 这小姑娘手里拿的是极品飞剑 筑机出奇的力量虽然不够 但极品飞剑的杀伤力太强了 两人一兽手段各不相同 任何一个站出来 都不足为惧 但两人一兽又各有底牌 每一个都不容小区 念其的极品飞剑 叶玲的爪牙 强大的身体素质 而苏子墨的手段 最让孟涵捉摸不透 如妖兽般的身体和速度 恐怖的力量爆发 又精通高明的近战搏杀之术 还拥有对危险极度敏锐的嗅觉 面对这个筑机修饰 孟涵的内心深处 竟产生了一丝丝恐惧 啊 孟涵摒弃杂念 幕后一声 悍然出手 不能再等了 这是最后一搏 也是急杀苏子墨唯一的机会 嗖 嗖 孟涵袖跑抖动 两柄飞剑近视而出 与此同时 孟涵左手捏动法觉 凝聚出一面巨大的烈火圆盘 朝着叶玲笼罩过去 孟涵一出手 便是以一敌三 而且有所针对 他见识过叶玲的身法速度 想要凭借飞剑阻挡叶玲的脚步 很难 除非预见之术足够精妙 所以 孟涵选择了攻击范围较大的灵术 这一招灵术的目的 只是稍稍阻挡叶玲的脚步 而另外两柄飞剑的速度极快 其中一柄只取念其 另外一柄刺向苏子墨 苏子墨目光闪烁 就在孟涵出剑的瞬间 身形移动 贴地而行 眨眼间就来到孟涵的身前 苏子墨疼深而起 深吸一口气 胸膛高高鼓起 单膝跪地 双手向上托举 掌心中仿佛捧着一枚仙桃 眼中沙翼喷勃欲出 已上当了 孟涵眼中大亮 凝笑一声 体内的金丹疯狂运转 双手捏绝 凝聚出两柄长毛 朝着面前的苏子墨狠狠地刺去 他等的就是这一刻 这是金丹真人的权力一级 苏子墨根本没办法正面抵抗 就在梁丹陨落的一刻 孟涵就意识到 纵然他全力出手对付苏子墨 只要对方便而不战 一心逃窜 在三个呼吸之内 他也很难将其斩杀 于是 孟涵仙出手限制住叶灵 在对苏子墨和念琪两人同时出剑 这一剑 对苏子墨的威胁不大 但却足以要了念琪的性命 不是每个人 都拥有苏子墨的灵绝 再助激进就能避过金丹真人的飞剑 所以 苏子墨想要救下念琪 就有权力对他进攻 这一幕与方才苏子墨斩杀梁丹的一幕 如出一彻 不同的是 梁丹没有准备 而孟涵早就已经准备好后手 飞剑还未刺到念琪身前 就已经失去孟涵的控制 坠落下来 这一剑 只是虚招 目的就是引诱苏子墨上前 孟涵的全部心神 从始至终 都在苏子墨的身上 苏子墨半跪于地 孟涵站直身躯 居高临下 两人距离极近 几乎就是面对面 苏子墨的结局 似乎已经注定 突然间 孟涵在苏子墨的眼中 看到了一丝嘲弄 杀 下一刻 苏子墨突然张口 喉咙深处爆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吼叫 巨大的气流如同利剑 扑面而来 孟涵猝不及防 身形一阵 稍有错神 手中的动作微微一顿 却还是向下猛地扎了下去 而苏子墨就在孟涵措神的刹那 双腿骤然发力 仰面倒闭 早已向后面闪避过去 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 根本没有一点质色之感 苏子墨刚刚冲到近前 都没有停顿 就以更快的速度撤了回去 孟涵最初的出剑是虚招 而苏子墨的血缘线裹着一式 也是虚招 上当的不是苏子墨 而是孟涵 苏子墨料到孟涵必然会击杀自己 但他又不能对念骑士而不救 所以才有了这一进一退 这是一场关乎生死的心理不易 最终还是苏子墨胜了一筹 第266章 求然汉子 轰一生惊天动地的巨响 孟涵手中凝聚出的两柄长矛 重重地扎在地面上 星石瞬间炸裂 沙石飞溅 泥土翻涌 落空了 孟涵望着身前刚刚被自己砸出来的大坑 微微失神 孟涵保持着原来的姿势 弯着腰 双手虚握 仿佛抓着两柄长矛 一动不动 出了 孟涵的目光 渐渐暗淡下来 还剩下两个呼吸的时间 孟涵还有余力发动最后一击 但他的心头却涌起一阵深深的无力感 因为他知道 在两个呼吸的时间里 他根本就杀不掉苏子墨 除非 孟涵低垂着头 眼眸深处犯起一丝神采 又迅速地消失不见 在苏子墨念其 叶灵的眼中 孟涵好像一个失去魂魄的老人 将在原地一动不动 茫然无措 机会难得 叶灵目光悠悠 刚要趁势扑上去将孟涵咬死 却突然被苏子墨的目光制止住 叶灵读懂了苏子墨眼中 那严厉的警告之意 没有轻举妄动 不远处 一魅魄魄空之声已经传来 心息入耳 来人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正风迟电车而来 王成的守卫马上就要赶到 而且此人的修为 应该也是精丹真人 孟涵扣揉着身子 抬起头 眼神浑浊 暗淡无光 仿佛一瞬之间 又苍老了许多 身上散发出的 耻目之气更重 你赢了 孟涵静静地看着苏子墨 语气中透着无奈 露出自嘲的笑容 苏子墨唯唯侧脸 斜眼看着孟涵 一语不发 只是嘴角挂着一丝 若有若无的微笑 我的结局已然注定 莫灵 你杀了我吧 孟涵深深地叹息一声 闭上双眼 似乎完全放弃了抵抗 苏子墨突然笑了 问道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希望我能冲上去 然后你顺势自爆精丹 嗯 听到这句话 孟涵突然睁开双眼 狠似涌动 面目猙獰 终于露出最后的爪牙 自爆精丹 是他最后的底牌 孟涵知道 以苏子墨的激紧和身法 就算他爆发权力 也不可能在两个呼吸之间接近苏子墨 所以 孟涵才兵行险招 最后一搏 摆出万念俱灰的姿态 想要引诱苏子墨上当 只可惜 被苏子墨一眼试破 一败涂地 从头至尾 他和梁丹就从未占据过上风 始终都被这个莫灵 一个练气师 一个小小筑机修士牵着鼻子走 孟涵恨得咬牙切齿 恼羞成怒 嘀吼一声 朝着苏子墨急冲而去 同一时间 孟涵丹田中的精丹高速旋转 不断地涨大 很快就达到了临界点 散发着骇人的气息 自爆精丹 对于大多数的精丹真人 都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但孟涵却几乎没有犹豫 因为 他的结局已经注定 他受援将近 就算不被赶来的王城守卫即杀 也活不过三年 早在孟涵有所异动的时候 苏子墨就先一步向远处撤退 一路急迟 始终与孟涵之间保持着足够的距离 大胆贼子 耳赶 就在此时 一位身披青色甲兆的中年汉子 踏空而来 披星带月 大吼一声 来人双手各自拎着一柄巨大的铁锤 黑脸求然 声音粗犷 听来有些震耳 给老子滚 求然汉子拦住孟涵的去路 双眼瞪得如铜铃大小 吐起开声 竟然将手中的铁锤甩了过去 呼 铁锤瞬息极致 重重地撞在孟涵的胸口处 咔嚓 孟涵的胸口深深地塌陷进去 脸色煞白 整个人犹如断线的风筝 瞬间被撞飞 孟涵的身形游在半空中 体内的力量波动瞬间静止 骤然释放 轰 鸡丹炸裂 迸发出一股近乎毁天灭地的力量 席卷四方 鸡丹 凝聚着修饰一生修为的精华 自爆鸡丹 等于将这一生修为尽数释放 回归天地 这威力该有多恐怖 站在远处的苏子墨虽然已经脱离危险 却依然能感受到自爆鸡丹的瞬间 散发出的恐怖气息 在这种力量之下 最先毁灭的就是孟涵自己 孟涵的肉身瞬间化为一团血雾 尸骨无存 紧接着 那巨大的铁锤受到力量的冲击 原路返回 速度更快 力量更强 求然 汉子双眸大亮 深吸一口气 抡起另一柄大锤 狠狠地砸在一面飞来的铁锤上 当两锤相撞 爆发出一声刺耳的声响 求然汉子体内血脉翻涌 手臂上的肌肉高高鼓起 犹如一条条小舌贴在皮肤表面 竟以蛮力硬生生抗住了砸来的铁锤 半步未退 速子莫暗中点头 这意味着 求然汉子的实力远远超过孟涵 而且看求然汉子的手段 明显也是一位精通练体之术的精丹真人 求然汉子右手一捞 顺势又将铁锤接住 全部放入储物袋中 求然汉子环视四周 看着周围那狼藉遍地的院落 皱了皱眉 苏子莫走过来 拱手说道 多谢大人及时赶到 出手相救 这都是分内之事 没啥 求然汉子随意地摆摆手 随后打咧咧地抱拳说道 我是清准为大统领木东清 见过莫先生 求然汉子的举手投足间 都不拘小杰 真性情流露 苏子莫对他印象不错 求然汉子目光一转 落在梁丹的尸体上 梁丹已经被苏子莫打得面目全非 根本认不出来原本的容貌 求然汉子蹲下身子 在梁丹的身上搜查一番 毫无收获 又将他的储物袋摘下来 打开看了一眼 才摇了摇头 求然汉子道 方才那人已经自爆 尸骨无存 这人的身上又没什么东西 储物袋中也都是些无用之物 无法证明其身份 苏子莫笑而不语 这场刺杀 出动了两位受援将近的 金丹真人 明显是精心谋划的结果 既然对方选择在大洲 王城中性刺杀之事 必定早已做好准备 就算失败 也不会暴露身份 但整个王城中 对苏子莫有敌意 甚至是有杀鸡 而且有这个能力找到 并驱使两位金丹真人出手 那就只有一个地方 真火炼气坊 第267章不会失败 莫先生 这两人已经身允 又没留下什么证据 今夜之事 恐怕求然汉子没有继续说下去 但言外之意明显 实际上 这件事只要稍微私存一下 就不难推测出孟寒 梁丹两人背后的势力 但若是没有证据 此时多半会不了了之 无妨 苏子莫淡然一笑 并未放在心上 这个夜晚 白白折了两位金丹真人 吃亏的是真火炼气坊 而不是他苏子莫 求然汉子刚要转身告辞 目光无意间一扫 瞥见了念起手中的飞剑 眼角狂跳了一下 急挺飞剑 这个小侍女 手中拿的竟然是极品飞剑 在这之前 求然汉子听闻 莫淋练气坊 可以定制极品灵气 还有些不幸 虽然称其为莫先生 但他心中是有些不以为然的 定制极品灵气 这听起来实在太过天方夜谈 等看到了苏子莫本人之后 求然汉子更加确信心中的推测 苏子莫太年轻了 而且修为境界也不够 才仅仅是助激进 一般来说 真正顶尖的练气师 全部都是精丹真人 练气的年头不够 很难在距离上形成自己独有的感应 自然也就无法成为顶尖的练气师 这个莫淋 就算打娘胎里开始练气 最多也就是几十年 又怎能比得过精丹真人 在练气上进行数百年之功 在求然汉子想来 苏子莫能在王城中打下这么大的名声 肯定是真本是在 但若说能定制极品灵气 绝对是信口开河 为自家的练气房弄出的噱头而已 而如今 当求然汉子看到念其手中的极品飞溅之时 心中开始动摇起来 莫非这个莫灵 真能练制出极品灵气 可她太年轻了 看上去也就二十岁出头 怎么可能 可是人家的侍女都有极品灵气用了 筑基出奇用极品灵气 这是什么待遇 完全是丧心病狂啊 求然汉子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盯着不远处的念其 目光带着一丝忧怨 这样一个粗犷大汉 流露出这种眼神 可把小姑娘吓得够呛 大人 你没事吧 念其小声问道 啊 求然汉子愣了一下 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 懒然一笑 轻壳一声 问道 莫先生 听说你这可以定制极品灵气 是啊 苏子墨点点头 求然汉子没想到苏子墨答应得这么痛快 难道此人真能定制极品灵气 那得 嗯 如果想要定制极品灵气的话 需要准备什么 求然汉子沉吟着问道 大人 这个月不行了 就在此时 念其在一旁接过话来 对于这方面 念其最擅长了 两年来 莫林练气房的生意 都是他接待的 念其说道 公子每个月只炼制一件极品灵气 这个机会 早在月初第一天就已经拍卖出去了 大人想要定制极品灵气 只能等到下个月的月初 带上三十份材料 带够充足的零食 前来竞拍 大人请放心 我们莫林练气房最公平了 同手无欺 借高者得 求然汉子嘴角抽搐 搓着双手 神色为难 欲言又止 若真是与其他金丹真人公平静拍 他那还有机会 且不说他的灵食够不够 就连练气所需的材料 他也不够三十份 静拍的资格都没有 苏子墨在旁边看了一会儿 突然说道 大人 我可以帮你炼制一件极品灵气 就算是报答你今日救命之恩 真的 求然汉子正不知如何开口相求 听到苏子墨这句话 真如天籁之音一般 连忙拱手道 如此就多谢先生了 其实 求然汉子身为清准卫统领 赶来将梦涵击杀 完全是分内之事 苏子墨此举 一方面是对这求然汉子的印象不错 另一方面 也算是送对方一个顺水人情 大周王城中有三大首位 清准卫就是其中之一 别看求然汉子的样子大大咧咧 但身为清准卫的统领 在王城中可是位高权重 呼风唤雨的人物 等与其结交 总不会是坏事 求然汉子说道 莫先生 我身上的材料还不够 只有七份 还得等一段时间 容我凑齐地再来找您 苏子墨淡淡地说道 够了 什么 求然汉子没听懂 神色迷茫 下意识地问道 苏子墨笑了笑 道 把七份材料给我吧 足够了 你想要炼制什么灵气 有什么要求都说一下 求然汉子沉默下来 脑海中思绪万千 七份材料就够了 方才不还说地准备三十份麻 七份材料 换作其他炼器师 炼制一件上品灵气都未必够用 此人却能炼制出极品灵气 苏子墨说的这般轻描淡写 反倒让求然汉子有些怀疑了 迟疑少许 求然汉子深吸一口气 还是选择相信苏子墨 求然汉子从储物袋中拿出七个储物袋 里面装着七份材料 递给了苏子墨 苏子墨微微一笑 点了点头 求然汉子将自己的要求讲述一遍 又问道 敢问墨先生 这件极品灵气 我什么时候来取 早晨 苏子墨说了一句 接过七个储物袋 转身向练器密室走去 早晨 那一天的早晨 求然汉子愣了一下 又连忙追问道 我现在就开始练器 早晨就可以出炉了 说完这句话 苏子墨已经走入练器密室之中 身影消失不见 留下仍在原地目瞪口呆 一脸茫然的求然汉子 取久之后 求然汉子才缓过神来 转过头 难以置信地看着念琪 问道 墨先生说的早晨 是今天早晨 是啊 念琪点头道 你在这等三个时辰 就差不多了 炼至极品灵气 三个时辰就够了 不用屁股三日 不用沐浴焚香 不用调整状态 不用拜祭苍天 会不会太敷衍了 求然汉子一口气 说了一大堆问题 念琪被问得一愣一愣的 半上无语 求然汉子见小姑娘也迷糊了 便审声道 别的我不说 我就说一件事 万一莫先生距离失败 念琪道 公子不会失败啊 求然汉子 第268章大周天子 没过多久 夜色中浮现出一片阴影 羽翼煽动的声音传来 大批清准未感到密密麻麻 这天蔽日 几乎将墨灵练气房都包围了起来 见过大统领 众多清准未骑在巨大的清准身上 同时抱拳 动作整齐划一 高声喊道 众人目光扫过院落里 看着如此惨烈的战场 不禁暗暗心惊 求然汉子点点头 挥手道 将这具尸体带走 你们先撤吧 我在此地守候一晚 防止在有贼子前来刺杀墨先生 尊命 表面上 众多清准未轰然应允 实际上 众人心中却泛起了嘀咕 虽然墨灵近年来在王城中名声正盛 如日中天 但求然汉子身为清准未的统领 根本没必要亲自在这守护 如今求然汉子摆出这个姿态 墨灵在众人心中的地位 再度提升 很快 清准未撤去 院子里只剩下求然汉子 念习 还有趴在角落里 双眼半睁半臂似乎在小气的夜灵 等待是煎熬的 求然汉子目光 始终落在苏子墨的练习密室之中 他从未感觉过有一个夜晚 竟是如此漫长 三个时辰 就在这静静的夜色中度过 当旭日出生 朝霞冲破雾外的一刻 枝压一声 密实的大门开了 苏子墨多步而出 手中拎着一柄巨大的铁锤 求然汉子腾地一下从座椅上弹起来 神色激动 快步向苏子墨走去 来到镜前 求然汉子一把接过苏子墨手中的铁锤 只觉得手臂一沉 若不用尽气力 尽有下坠的趋势 重量足够 求然汉子暗暗点头 求然汉子凝神一看 只见铁锤表面刻画着四条纹路 巧夺天宫 美轮美奂 难道 求然汉子双眸大亮 运转精丹 注入灵力 呼 铁锤光芒大盛 一股如黄天厚土般厚重的气息 泥漫开来 四道灵文璀璨夺目 极品灵气 求然汉子心中大喜 眼中难掩兴奋 朝着苏子墨深深一拜 真诚地说道 多谢墨先生 炼制一件极品灵气 对于苏子墨而言 只是举手之劳 但在求然汉子眼中 这份人情就太重了 求然汉子审声道 墨先生你放心 从今天开始 只要是我清准为巡逻之时 我一定会在这附近都走动 若是发现异动 我可以第一时间赶到 苏子墨笑了笑 道 如此就有劳大人了 第二日上午 昨夜发生在 莫林炼器房的刺杀仪式 就已经在王城内转开 引起轩然大波 这天下间 没有不透风的墙 更何况 还是发生在王城之中 昨天夜里 莫林炼器房中闪烁着耀眼的大阵之光 映得附近犹如白昼 惊醒了无数人 听说了麻 据说昨夜有金丹真人出手 去刺杀莫先生 结果失败了 反而隐恨于积水河畔 是啊 听说连清准卫的大统领都惊动了 我亲眼看到的 一些清准卫抬着一具尸体出去的 那尸体面目全非 已经死透了 一位修士煞有其事的说道 一些修士自称见过莫先生 还说莫先生是铸鸡修士 呵呵 这下都清楚了 莫先生必然是金丹真人 否则根本活不过当晚 我早就说过 莫先生是金丹真人 要不他不可能炼制出上品灵器 甚至是极品灵器 街头小巷 酒馆茶楼 房市小摊 几乎人人都在议论此事 网宫中 一位身着黄袍的中年男子靠在笼椅上 桌前放着刚刚呈上来不久的折子 目光深邃 宽广的额头 显示出此人不凡的智慧 中年男子的身后 还站着一位儒雅之士 神色甜淡 眼神内敛 修为身不可测 黄袍男子正是大周天子 在周天子身前不远处 一位身披甲皱的金丹真人丹西跪地 非脸求然 却是昨夜救下苏子墨的清准位大统领 就在刚刚 求然汉子受周天子所照 上朝觐见 将昨夜发生的事 一五一时的讲述了一遍 没有半点隐瞒 这么说 这个莫灵真的能练至出极品灵气 闭目思寸少许 周天子才睁开双眼 目光如炬 缓缓问道 语气中多少透着些许之疑 是 求然汉子说道 不但能练至出极品灵气 而且只用了三个时辰 而且给属下的感觉 无论是莫先生 还是她的侍女 对巨灵有着百分之百的信心 百分之百巨灵 周天子青男一生 双眼为咪 如果真是这样 恐怕足以引起整个修真界的震动 明则真君 你怎么看 周天子微微侧目 敢称为真君 意味着此人已经踏入圆阴境 站在她身后的儒雅之士开口道 天荒大陆上 炼气之术最为高明的就要数百炼门 据传说 百炼门中确实有秘术可以提升巨灵的成功率 但要说百分之百 却绝不可能 周天子点点头 道 此人应该是有某种独特的巨灵之术 虽说不能百分之百巨灵 但成功率肯定极高 呵呵 不错 这个莫灵 道是个人物 周天子面露笑意 微微汗手 眼中流露出一丝赞赏 大王动了连财之心 明泽真君笑着问道 是啊 周天子道 过一阵子 等我抽个时间 去莫灵练气房见见此人 明泽真君微微皱眉 劝道 大王 您贵为天子 就算此子是个人物 也不值得您主动去见 将他召唤到王城中就好了 再者说 就算此人能炼至极品灵气 也只是炼气师 只要他修为达不到圆英镜 就无法炼至法器 自然就无法成为炼气大师 修为达到圆英镜 就意味着修饰在修道途中 又迈出至关重要的一步 当经丹圆满之时 意味着丹道之路走到尽头 金丹在丹田中孕育 圆坨坨 金灿灿 犹如胎盘 只有破碎金丹 里面的婴儿才能成功出世 境界再做突破 获得新生 而这个婴儿 就是修真界中所谓的原婴 所以在修真界中 流传着破单声婴的说法 原婴真君完全脱离的灵力的范畴 开始掌控另一种力量 法力 这是比灵力更加强大 恐怖的力量 所谓的法术 也只有原婴真君才能释放 而原婴真君所用的兵器 就是法器 在炼气界 只有能炼制出法器的修饰 才能被称为炼气大师 所以 明则真君直言 苏子莫爱于修为境界所限 还无法炼制法器 根本不值得大周天子如此器重 屈尊去见 第二百六十九章天子告示 炼制的灵气再强 能吸引的无非是精丹真人 但对于统御四方的大周王朝来说 精丹真人只是中间力量 鼎梁支柱还得是原婴真君 反须道人 乃至更加强大的存在 听到明则真君之言 周天子不以为然 摇头道明则 你错了 我看中的不是他现在的能力 而是他的潜力 明则真君若有所思 点了点头 周天子眼中闪烁着睿智的光芒 继续说道 他如此年轻 就达到如今的成就 更证明他在炼气上的天赋之强 前五古人 炼气上的潜力之大 难以想象 大王 我懂了 明则真君扶手说道 呵呵 周天子轻笑一声 赞叹道 再住激进就能炼至极品灵气 这个莫灵真是个炼气天 突然 周天子神色一变 声音戛然而止 周天子的笑容将在脸上 求然汉子抬起头 明则真君侧目 两人同时感觉到了周天子的异常 明则真君关切地问道 大王 怎么了 周天子眯起双眼 手指的敲着桌面 陷入沉思 取酒之后 周天子突然问道 东卿 你方才说 这个莫灵只是助激修士 是啊 求然汉子愣了一下 连忙点头道 回禀大王 属下看得绝不会错 助激后期 周天子深吸一口气 缓缓问道 那谁能告诉我 一个助激修士 是怎么在两大精丹真人的联手刺杀之下 撑过十个呼吸的 大殿中 突然静了下来 求然汉子目瞪口呆 明则真君也是面露震撼 若非周天子提出来 两人根本没有发现这个细节 昨天夜里 求然汉子光顾着惦记自己的集体灵气 根本没多想 此时 求然汉子突然感觉一阵莫名的恐惧 不禁咽了一下口水 说道 而且 我赶到的时候 其中一位精丹真人已经死了 周天子靠在椅背上 似乎发现了什么极为有趣的事 目光深邃 悠然笑道 是啊 谁能解释这件事 一个助激后期 一个助激出席 还有一条助激净的黑狗 这样的组合 不但在两大精丹真人手下撑过实习 还反杀一个 求然汉子和明泽真君紧锁眉头 陷入沉思 我对此人越发好奇了 周天子长身而起 笑道 不用再等了 就今天下午 明泽 你陪我去莫灵练戏房转一圈 我们见见这位莫先生 遵命 明泽真君公身硬道 周天子刚要转身离去 却突然顿住身形 侧目问道 死去的两个精丹真人是什么身份 可有什么线索 没 求然汉子摇了摇头 周天子冷笑道 此事虽没证据 但十有八九是真虎炼器房做的吧 大王英明 求然汉子拱手道 周天子背负双手 神色威严 目光中散发出一股令人心悸的含义 给我你一张告示 贴下去 赏书 若再有贼子敢在王城中图谋不轨 刺杀贤财 杀无赦 其背后主使 一难逃一死 天子一目 可服侍百万 周天子的身上 隐隐流露出铁血杀伐之气 令人心悸 求然汉子大声应允 明泽真君心中一震 这张告示中 虽然没有提莫林的名字 但昨夜刚刚发生刺杀 今日就有告示贴出 任谁都能看得出 告示中的贤财 指的就是莫林 表面上来看 这场刺杀 是两大炼气房的冲突 但实际上 却是莫林和真火门之间的冲突 正常来说 真火门是五大宗门之一 势力庞大 比运雄厚 对于此事 大周天子不表态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 而这张告示一出 就表明了一个态度 大周天子对此事的态度 大周天子 选择了莫林这一边 看来大王真的非常看重此人 明泽真君暗自私存道 求然汉子想了想 又问道 这张告示 贴在哪里 周天子淡淡的说道 永兴房 真火炼气房的门口 嘶 求然汉子按吸一口冷气 这已经不单单是表态了 而是警告 警告真火炼气房 今后不要轻举妄动 虽然周天子给真火门一个面子 并未明说此事 但选择将这告示贴在真火炼气房的门口 用意也足够明显了 永兴房 自从苏子墨开始定制极品灵气以来 这里的众多炼气房 都恢复了以往的热闹 人数渐渐多了起来 毕竟极品灵气 对于大多修士都遥不可及 想要炼制下品 中品 上品灵气 还得来这边 其实 真火炼气房这事做的有点不地道 虽然没有人知道死去两位精丹真人的身份 但绝大多数修士都心之肚明 在王城中 与墨灵炼气房水火不容 还有能力驱使精丹真人的 只有真火炼气房 是啊 虽然咱们也是开炼气房的 与墨灵炼气房是竞争关系 但话说回来 人家凭自己本事打下的名声 也没什么错 更何况 墨先生现在做极品灵气的生意 跟咱们不冲突 几位炼气房的掌柜聚在一起 小声议论着 我估计啊 此事多半会不了了之 更何况 还没留下什么证据 嗯 真火炼气房的背后 代表着五大宗门之一的真火门 大周王朝不可能因为一个炼气师得罪一个大门派 要我说 此事还没完 一位掌柜的语出惊人 老张 此话怎讲 另一人问道 老张冷笑道 你们想啊 真火炼气房者了两位金丹真人 栽葛大跟头 能就这么忍了 不能忍 还能咋办 总不能派遣元英真君出手吧 另一人吓了一跳 嘿嘿 这可不好说 几人正凑在一起议论着 不远处的天空中 突然有一道身影破空而来 速度极快 转眼间就来到镜前 见过大人 这几位掌柜连忙起身 大一声招呼 来人正是清准位大统领 求然汉子 有人笑着问道 大人前来 所谓何事 可是要定制一件灵气 求然汉子不答 袖袍挥动 浑厚的灵力包裹着一座高大的告示石碑离地而起 求然 汉子面无表情 一语不发 带着告示石碑向前方走去 引来了无数道目光 第二百七十张一败涂地 真火炼器房 后堂 张长老一夜未年 这一夜对他而言 实在太煎熬了 失败了 谋划这么久的一场刺杀 竟然失败了 虽然梁丹梦寒两人受援将近 但毕竟也是金丹真人 就这么白白的死了 这口气 张长老咽不下去 这不仅仅关系着真火炼器房的兴衰 更关乎真火门的颜面 真火炼器房的掌柜阁涌走进后堂 看见张长老失魂落魄的神色 不禁心中暗叹 上前劝道 张长老 您休息一下吧 这都快过去一整天了 昨晚的事 都传开了吧 半晌之后 张长老的嘴唇动了一下 开口问道 格勇脸色难看 点了点头 张长老的脸上涌起一抹力气 缓缓握拳 很声道 就算你不说 我也能猜到 外面的人肯定都在幸灾乐祸 都在看我真火门的笑话 格勇 我告诉你 我没输 咱们真火炼器房也没输 真火门更不会输 格勇见张长老似乎受到刺激太大 已经陷入癫狂之态 连忙说道 张长老 是已至此 您 张长老打断格勇 韩生道 我这传信给宗门 让宗门派遣更强的修士前来 务必要将这莫灵斩杀于王城中 格勇隐约感觉到张长老已经失去理智 但又不好明说 只能委婉地说道 此事事关重大 宗门未必会答应吧 宗门一定会答应 真火门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 还能被一个来历不明的小小炼器师吓住 张长老冷恒一声 悠悠地说道 通过两年来的观察 我敢断定 这个莫灵必然掌控了一种独特的聚灵术 成功率极高 斩杀莫灵 这种聚灵术自然也就是我真火门的了 但昨夜之事惊动了清准味 想必大周天子也已经知晓此事 我们不好在王城中动手了吧 格勇微微皱眉 李放心 张长老道 大周天子照顾我真火门的面子 绝不会插手此事 通隆 张长老话音刚落 门外突然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好像有陨石坠落 正好砸在真火炼器房的门口 张长老微微皱眉 挥手道 你去看看 外面出了什么事 我这就修书一封 是 格勇转身离去 张长老阴沉着脸 从储物袋中摸出一张信件 奋笔集书 格勇刚刚出去没多久 便神色慌张 气喘吁吁地跑入后堂 张长老拿起刚刚写好的信件 抖了抖上面的墨迹 递给格勇 说道 你将这封信件传回宗门 越快越好 这 格勇没有接 脸色煞白 欲言又止 嗯 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张长老皱眉问道 格勇苦笑道 张长老 您还是自己出去看看吧 张长老左手捏着信件 神色凝重 大不留心地朝门外走去 还没等走到门口 张长老便听到真火炼 气房的外面声音嘈杂 似乎为了无数人聚在一起议论纷纷 这一次 真火炼气房真是栽了个大跟头 是啊 丢人丢到家了 一败涂地 也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 居然去刺沙漠先生 此人应该是真火门最大的罪人 一道道杂乱的声音传来 张长老的脸色越发难看 等他卖出真火炼气房大门的一刻 外面的喧嚣声顿时小了许多 刷刷刷 众人纷纷侧目 看着张长老的眼神有些怪异 小声嘀咕着 张长老环视四周 最后 目光落在正对面的一块高大的告示石碑上 上面贴着一张崭新的告示 若再有贼子敢在王城中图谋不轨 自杀贤财 杀无赦 其背后主使一难逃一死 杀气腾腾的一句话 目尾印着一个方方正正的图案 正是天子玉玺 看到这句话 看到天子玉玺的图案 张长老如遭雷疾 只觉得头晕目眩 身体晃了晃 险些摔倒 歌勇连忙上前 辅助张长老 半赏之后 张长老深吸一口气 看像站在一旁的求然汉子 艰难的问道 敢问统领大人 这告示真是大王的意思 张长老这话什么意思 怀疑我驾传天子之意 求然汉子面无表情 反问一句 张长老心头一颤 连忙说道 不 我不是 求然汉子冷恒一声 回头指着告示末尾的玉玺图案 审声道 天子玉玺始终都在大王手中 你还敢质疑 嗯 那这告示贴在这 张长老话未说完 又被求然汉子打断 贴在这 就是告诉一些心怀不轨之人 在大周天子的脚下 是虎泥给我握着 是龙泥给我盘着 别想兴风作浪 求然汉子每说一句话 张长老的脸色就苍白一分 到最后 张长老的眼神黯淡下来 心中万念俱灰 手中刚刚写好的信件 也被他运转伶俐 震成击粉 这张信件已经无用了 因为 大周天子不但表态 而且对真火炼器房 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若是真火炼器房 在对莫林出手 得罪的不是旁人 而是如今的大周天子 告示贴在这儿 就算一些还蒙在鼓里的修饰 此时也反映过来 昨夜刺杀的幕后主使 就是这真火炼器房 真的是一败涂地 张长老常常叹息一声 仿佛瞬间苍老了许多 转身走入真火炼器房中 背影落寞 有那么一瞬间 张长老有些后悔 或许 当初他根本就不该鬼迷心窍 选择去刺杀莫林 如今还是晌午 真火炼器房早早关门了 众人纷纷散去 但对于此时的议论 却热度不减 大王也是 告示都贴到人家门口了 就挑明了说败 你懂啥 真火炼器房代表着真火门 五大宗门之一 立足多年 底蕴百在那 就算是打周天子也得给个面子 真要是挑明了 无异于跟真火门撕破脸皮 没必要 其中一位修士笑着说道 这告示有意思 没有提真火炼器房一个字 也没有提及墨先生 但傻子都能看出来其中所指 可不 大王就插明着说了 今后在王城中 墨先生有我照着 今日之后 在这王城中 恐怕再没人敢打墨先生的注意 墨灵炼器房 也将成为王城中一个不可撼动的存在 第271章 韦福斯法 墨灵炼器房 苏子墨走出房间 你眼望着高悬于天空中那正午的烈日 眼中困顿渐渐消散 苏子墨身体一抖 体内传来一连串噼里啪啦的脆响 好像是在炒豆子一般 筋骨齐鸣 血如海巢 呼 苏子墨开口 常长得吐出一道白器 凝食如箭 竟射出几米之外 才渐渐溃散 在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中 仙人可以藤云驾雾 口吐飞箭 取敌手 急于千里之外 刚刚发生的这一幕 与传说中的口吐飞箭极为相似 若是让不懂修行的凡人见到 恐怕要下隔半死 实际上 这道白器并不是什么飞箭 只是因为苏子墨修炼炼葬天之后 葬府变强 才有吐气如箭的奇异景观 当然 这道白器没什么杀伤力 就更谈不上取敌手 急于千里之外了 昨夜经历一场刺杀 又为求然汉子炼至一件极品灵器 苏子墨一夜未睡 心神消耗不小 今天休息了整整一上午 这才刚刚醒来 手臂上的伤势禁欲 精神也恢复如初 苏子墨刚在院子中的石凳上坐下 大门就被人推开 练琪口中吃着一串冰糖葫芦 闪身进来 眉眼带笑 似乎遇到了什么好玩的事 公子 你醒啦 练琪看到苏子墨 眼睛亮晶晶的 唤了一声 苏子墨点点头 含笑问道 遇到什么适儿了 看把你笑的 嘻嘻 什么都瞒不过公子 练琪笑着跑过来 坐在一旁 两年的时间 念琪变化很大 不仅仅体现在修为境界上 两年前 念琪刚刚住进来的时候 苏子墨能感受得到 这个小丫头对她还有很大的戒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戒备越来越少 念琪也渐渐开朗起来 活泼了许多 念琪神秘兮兮的说道 公子 你猜猜看 我刚才在永兴房看到了什么 跟昨晚之事有关 苏子墨眉头微挑 反问道 念琪瞪着双眼 连连点头 绘声绘色的将天子告示仪式说了出来 公子 你是没看到 真火炼器房的那位长老的神情才叫精彩呢 哼 真是解气啊 苏子墨眼中闪过一抹亚色 他也没有料到 把周天子敬会在此时上表态 公子 现在王城中的修士都一论此事呢 他们都说 今后在王城中 墨先生完全可以横着走了 念琪学着旁人的语气 粗声粗语的讲出来 颇为滑稽 苏子墨笑了笑 当当当 就在此时 门口传来一阵敲门声 苏子墨两人对望一眼 都有些迷惑 这个月已经到中旬 想要定制极品灵器 只能等到下月初 这时候怎会有人前来 练琪跑过去 打开大门 门口站着两位修士 其中一位中年男子身着黄色道袍 额头宽广 目光深邃 气度不凡 另一位颇为儒雅 白衣飘飘 落后前者半葛身位 念琪暗自皱眉 他的窥灵术 竟然无法探查出两人的修为境界 这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 眼前两人修炼了某种隐秘境界的功法 第二 就是两人的修为境界 已经超越了经丹境 达到了原因境 第二种情况 第一时间被念琪排除掉了 身为原因真君 没道理找到这里来 苏子墨虽然能练至极品灵气 却入不了原因真君的法眼 两位道友 今日前来所为何事 念琪站在门口 挡在两人身前问道 前方的黄袍男子笑着说道 小姑娘 这可不是什么待客之道吧 就将我们挡在外面说话 有什么话 不能在外面说 念琪偏着头 认真的问道 门口的两人相视无言 都有些无奈 黄袍男子笑道 小姑娘 今日我慕名而来 是想拜见莫先生 请莫先生帮忙 炼制一件极品灵气 不行 黄袍男子话未说完 就被念琪打断 念琪说道 我家公子每个月 只炼制一件极品灵气 而且会在月初举办竞拍会 你想要定制极品灵气 等下个月出来这里竞拍才行 黄袍男子愣了一下 这么久以来 还没有人敢打断她的说话 将她拒之门外 她身后的儒雅男子眼中闪过一抹韵色 微微皱眉 略带呵斥的语气说道 女娃 你 嗯 黄袍男子微微侧目 制止住了儒雅男子 黄袍男子转过头 笑着说道 小姑娘 你告诉我 之前你们在月初竞拍 一件极品灵气最高拍到什么价格 念琪想也不想 脱口说道 一百二十万上品灵石 好 黄袍男子点头道 我出双倍价格 请莫先生私下出手 帮忙炼制一件极品灵气 二百四十万 念琪心中一惊 这个树木 可有些吓人了 一般的精丹真人根本拿不出来 念琪拿不定主意 下意识的向院子里的苏子墨看去 苏子墨神色平静 慢悠悠的挟一口茶 放下茶杯 踩点头道 让他们进来吧 念琪闪山让路 黄袍男子两人走入墨灵练气房 刚刚踏入院落 黄袍男子的目光就落在苏子墨身上 泛起一丝一彩 汗手示意 坐 苏子墨也不起身 指着对面的石凳 说了一句 黄袍男子坐下 如亚男子站在一旁 环视四周 在夜灵的身上稍微停顿少许 目光闪烁了下 苏子墨看着黄袍男子 看似随意的问道 道友怎么称呼 我姓周 黄袍男子面不改色 苏子墨点点头 没说话 黄袍男子微微一笑 问道 对于墨先生 在下是久仰了 不知墨先生来自河门河派 这一身练气本事 又是失诚和人 苏子墨抬起头 手中把玩着茶杯 似笑非笑地看着黄袍男子 反问道 道友不是要练气吗 如今打探我的来历 有何目的 墨先生多心了 我也是心中好奇 就下意识地问一嘴 黄袍男子神色如常 看上去似乎真是无心疑问 黄袍男子冲旁边的 儒雅男子点了点头 儒雅男子就从储物袋中 拿出30份练气材料 又整理出240万上品灵器 全部放入储物袋中 摆着苏子墨的面前 第272章天子的心思 墨先生 检查一遍吧 黄袍男子扬了扬下巴 目光一瞥 示意苏子墨清点一下 储物袋中的材料和零食 苏子墨的嘴角 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看似漫不经心的说道 道友出手真是阔绰 一般的修饰 可拿不出这么多的材料和零食 黄袍男子神色不变 也不解释 只是将自己的要求说了一遍 沉吟少许 黄袍男子又道 这柄极品飞剑炼制出来之后 就先放在墨先生这里 到时候自会有人来取 以一年为其 于其不后 素子墨淡淡的说道 还有不到一年就是宗门大笔 那时候 他肯定早就离开王城了 黄袍男子起身告辞 与儒雅男子飘然离去 离开墨灵炼器房 走到正街上 黄袍男子才转过身 饶有兴致的望琢磨灵炼器房的方向 双眸异以身辉 黄袍男子正是如今的大周天子 其身后的儒雅之士 也就是明泽真君 若非亲眼所见 真是很难相信 能炼制出极品灵器的人 竟是这样年轻的一位后生 周天子毫不掩饰眼中的欣赏 感慨一声 明泽真君点头道 而且此人的修为确实只有筑基后期 没有修炼什么隐秘境界的功法 那宅院中 也没有旁人 莫灵身上的迷惑有很多 但最让周天子好奇的是 昨天夜里的那场刺杀 以莫灵的修为境界 几乎是必死的局面 怎么会撑过十个呼吸的时间 还将一位精丹真人反杀掉 最初 周天子有两个推测 第一 莫灵修炼了某种隐秘境界的功法 他的实际修为境界是精丹镜 第二 在莫灵练气房中 藏有高人 两人今日前来 一方面是想看看莫灵这个人 另一方面 也是想要解开这个迷惑 但离开莫灵练气房之后 两人心中反而更加迷惑了 这两个推测 全部都不符合 他们造访的突然 两人以神是在莫灵练气房中 仔仔细细地搜查过一遍 并未发现第三个人的丝毫痕迹 也就是说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两个筑基修饰 一个筑基静的黑狗 怎么在两位精丹真人的权力刺杀之下 撑过时得呼吸的 有意思 你一样的人 周天子笑了笑 又问道 你还发现什么了 明泽真君沉吟道 那条黑狗不简单 虽然他始终趴在远处 看上去奄奄欲睡 但我能感受到 他一直注视着这边 看出是什么灵妖了吗 没 许是两种不同种族灵妖结合 剩下的变异灵妖 两人边走边聊 很快抵达王宫 在王宫门口 一位身着黑色甲皱的侍卫快步走上来 单膝跪地 沈声道 启禀大王 属下已经调查过莫林的身份来历 收获甚为 周天子问道 哦 都查到什么了 你给我说说 赤卫答道 两年前 莫林似乎是凭空出现在王城外 没有人看到他是怎么来的 没了 没了 周天子暗暗皱眉 这跟眉茶几乎一样 陡然 周天子脑海中闪过一道灵光 突然问道 两年前 莫林现身王城中的那一天 与龙族来袭是否是一天 是 赤卫点头道 莫林现身没多久 神龙降临 随后又有神秘强者出手 将神龙击退 听到这里 明泽真君也渐渐反应过来 眼中一亮 说道 大王是推测 莫林与那位神秘强者有关系 嗯 莫林 甚至有可能是那位神秘强者的弟子 周天子审声道 以那位神秘强者的手段 就算他的弟子是助激进 在两位金丹刺杀之下撑过十个呼吸 也是大有可能 明泽真君点头道 这位神秘强者出现的突然 绝不是我大周王城中人 这样说来 莫林真有可能与神秘强者有关系 周天子笑道 这样的人 才是修道中的天才 可比什么阿猫阿狗强多了 对了 雪儿什么时候回来 大王放心 还有不到一年就宗门大比 三公主肯定会提前回来 明泽真君安慰道 周天子唯唯皱眉 沈声道 因为那个苏什么子墨的 雪儿一直在跟我斗气 这么多年 都不回家看一眼 真是 明泽真君似乎想到了什么 问道 大王 您突然提起三公主 不会是想把莫林介绍给三公主 让两人结为道理吧 有这个心思 周天子道 至少在我眼中 这个莫林是配得上雪儿的 比雪儿之前提的那个什么 不知所谓的苏子墨强多了 呵呵 一个诸侯国的将军之子 一个没有灵根的废物 就想攀附我姬家 嗯 两人年纪相仿 修为相近 而且莫林还是顶尖的练起师 导演般配 明泽真君点点头 周天子冷笑道 雪儿就是心思单纯 眼光太窄 被一些巧令慈色之人蒙骗了 等他回来 我就让他与莫林见上一面 就算不合适 也能让他开阔眼界 看看真正的天才是什么样的 明泽真君道 大王毫不吝啬一美之词 看来您确实看好此人啊 嗯 周天子点点头 道 方才我与他的交谈你也听到了 我本想要试探他的底细 没想到他竟如此激紧 不但应对自如 滴水不漏 还反过来要套我的身份 呵呵 周天子笑道 像他这个年纪 能有这份心性和心智 着实不易 是啊 明泽真君也说道 此子性情沉稳 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 确实是个人物 周天子说道 再说那德苏子墨 毕竟是选而自己选的人 如果他能有莫林的一半 不 能有莫林的十分之一 我让他们结为道理也未尝不可 对了 我们的身份 不会被他看出来了吧 周天子玩笑式的问道 这怎么可能 明泽真君摇头笑道 若这么接触一下 就能看出大王的身份 那他就不是天才 而是妖孽了第273章炼葬大成 莫林炼器房 炼琪坐在苏子墨对面 赞叹道 公子 你真厉害 现在都开始有外地的修饰慕名而来了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外地的 苏子墨笑着问道 炼琪道 莫林炼器房都已经开两年了 这两人在这个月中旬登门 明显是不懂咱们的规矩 多半不是王城中人 而是外地赶来的修饰 呵 你还真看错了 苏子墨唯唯一笑 摇头道 这两人不但是王城的 而且还是王宫中人 王宫中人 炼琪吓了一跳 试探地问道 难道是皇族 苏子墨点点头 道 为首那的皇豪男子不简单 他身上有一种富贵之气 不是一般修饰具备的 他出手如此阔绰 一开口 就是240万上品灵器 普通修饰哪有这个能力 炼琪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 苏子墨又道 而且此人的眉宇尖透着一股 是人气势 虽然他在有意隐藏 但这种气势是久居尚未凝聚而成的 很难掩饰 哦 炼琪露出恍然之色 说道 怪不得我感觉这个黄袍男子的气场很强 一言一句 举手投足都带着威严 炼琪单臂拖着下巴 似乎想到了什么难解之事 陷入沉思 苏子墨笑了笑 并未出言打扰 手指沾了沾茶水 在桌上写了两个字 起身离去 皇族本姓为姬 而此人说他姓周 难道他在说谎 炼琪若有所思 心难着周周周 过了一会儿 念琪的目光转动 无意间落在桌子上 看到了上面还未干涸的两个字 散发着淡淡的茶香 天子 念琪惊呼出声 隐约意识到了什么 天子告示出现后 王成忠果然平静了下来 没有哪个势力敢在这个时候不开眼 挑衅皇族威严 而莫灵炼器房在王成中的地位日益高涨 名声也是越来越小 每个月初的竞拍会 都会引来众多精丹真人驻足 而且大多都是精丹后期精丹圆满的修饰 这些精丹真人 要么自身实力强大 要么背景深厚 否则 他们也不可能积攒下来这么多的零食 几个月过后 甚至开始有外地的修饰 万里迢迢的赶来 就为在莫灵炼器房竟拍到一件极品灵器 当然 对于莫灵的身份 样貌 来历 这些猜测和传言 始终就没有停止过 许多修士都声称自己见过莫灵 并引以为傲 但他们对于莫灵的描述 却各不相同 什么版本都有 千奇百怪 只有几条信息 得到了大众的认可 第一 莫先生是精丹真人 而且实力不俗 得出这条信息 除了一些修士的描述 还因为几个月前 那个夜晚 那场刺杀 第二 莫先生有一套独有的聚灵之术 聚灵的成功率极高 对于这一点 众人也都比较认可 而且 众人还为这套聚灵之术起了个名字 莫是聚灵术 第三 在王城中 莫先生绝对是不可得罪的人之一 连大周天子都特意发下一个告示 称之为贤才 被靠蒸火门的蒸火炼器房 都因此栽葛大跟头 吃个哑巴亏 不了了之 在大周王城中 谁敢得罪莫先生 再者说 得罪了莫先生 你就别想着在莫灵炼器房定制极品灵器了 对于坊间的传言 苏子墨懒得解释 置之不理 当然 关于身份 他也并非有意隐瞒 只是这两年多的时间 他身居简出 先少露面 才会给众人一种极度神秘之感 两年多的苦修 苏子墨的收获极大 由于大量的临时补给 苏子墨的修为境界 已经逼近筑基圆满 这个修炼速度有点恐怖 但却又在情理之中 筑基修是修炼 能有充足的中品灵石补给 已经算是万幸 而苏子墨修炼 有源源不断的上品灵石提供 自然事半功倍 还有一方面 就是在练器上 在外人看来 苏子墨一个月只能练制一件极品灵器 但实际上 苏子墨每天下午 都会练制出一件极品灵器 继续磨练自己的记忆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断的练习 苏子墨的练器之术越发纯熟 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很难再有提升 而此时 苏子墨也意识到 想要练制出一件完美灵器 难如登天 记忆 心态 环境种种因素交汇在一起 才有可能成功 既然是完美 就意味着 从练器的第一步选材开始 就不能有一点瑕疵 直到最后的脆火成形 中间不能出现丝毫差错 否则哪怕是一丁点 都无法称之为完美 最初 苏子墨本打算练制出一套完美品阶的飞剑 用来施展剑阵 而如今 眼看是不可为 苏子墨只能退而求其次 练制一套极品飞剑 当然 在苏子墨眼中的刺 在别人眼中 那就是好的不能再好了 一件极品灵器 都会引来无数顶尖的精丹真人争巧 一套极品飞剑 恐怕都会引来一场厮杀大战 这一日 苏子墨走出房间 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 距离棕门大笔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他体内的龙蛋晶圆 终于尽数炼化 全部被身体吸收 炼脏偏已经大成 五脏支气循环往复 生生不息 滋养着皮肉筋骨髓 在体内形成一个小周天循环 在这之前 苏子墨炼脏偏小成之时 爆发气血之力 全力出手 在东陵谷中 甚至斩杀掉了四脉筑基的血袍青年 而如今 苏子墨估摸着 即便不显露出腰气 不搬运血脉 只是凭借肉身之力 也足以镇压四脉筑基 如果运转血脉 镇压五脉筑基绰绰有余 若是气血同时爆发 苏子墨的战力将会更加恐怖 当然 这指的是力量上的对比 毕竟战场上瞬息万变 影响结果的因素太多 而炼化龙弹晶圆 也算是彻底解决掉了被龙族追杀的隐患 在这之前 苏子墨甚至都不敢走出王城 而如今 苏子墨有种如是重负 挣脱枷锁之感 不经心情大好 公子 什么是这么开心 炼其抱着双膝 坐在草地上 侧头问道 双眸似水 三年来 念其难得见到苏子墨露出这种笑容 苏子墨大手一挥 道 走 出去转转 透透气 好啊 念其拍着手掌 笑叶如花 从地上一跃而起 第274章再见小宁 自从念其住进来 这还是两人第一次结伴出行 三年过去 王城中没什么变化 只是临近宗门大比 修士明显增加了许多 人来人往 三年来 念其的头发依然枯黄 打着倦人 看上去乱蓬蓬的 但人却出落得越发漂亮 亭亭玉立 肌肤圣雪 娇嫩得好似能掐出水 虽然苏子墨还谈不上面如冠玉 俊朗无比 却也是眉目清秀 气息沉稳 一席青山飘动 卓尔不群 浑身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魅力 女的美艳 男的飘逸 这一男一女走在王城的长街上 宛如金童玉女 好似一对人 逼人 引得众人纷纷侧目 咦 那不是莫灵练气房 那的换做念习的是女麻 人群中 有一些修士见过念习 认出了她 好像真是她 旁边那人是谁 念生得很 没见过 我知道了 一位修士很声道 这个青山修士定然是为了接近莫先生 才与念习道游走得如此之近 此人的心机好深 嗯 必是如此 众人恍然 纷纷点头同意 这个主意不错啊 居然被此人抢心了 虽然周围人声鼎沸 但苏子墨和念习耳力极强 还是听到了这群人的议论 公子 他们好笨握 念习小声说了一句 鸣嘴偷笑 就在此时 人群中响起一个怯弱的声音 其实 我感觉 这个青山修士也有可能是莫先生啊 这声音刚刚响起 便惹来一阵嘲笑 道有 你是外来的吧 不懂就多听少说 省得丢人 道有 你不会连亏灵数都不懂 看不出这个青山修士的修为境界吧 呵呵 王成忠谁不知道莫先生是金丹真人 再者说 念习是莫先生的侍女 你见过哪家侍女可以跟自家主人并肩而行 有说有笑的 不分尊卑 三年来 苏子墨与念习朝夕相处 在外人眼中 都以为念习是她的侍女 但苏子墨却从未将念习看作侍女 她当初肯收留念习 也只是因为动了些许侧隐之心 两人漫步目的地走着 没过多久 前方突然闪出一位年纪轻轻的筑基修士 仰了仰头发 对着念习微微一笑 柔声道 念习姑娘 你千万不要被此人的花言巧语欺骗 此人接近你绝对是另有所图 这个年轻修士指着苏子墨 言辞凿凿 脸色不善 苏子墨都怀疑 若不是在王城里 这位修士很可能会冲上来找他一决生死 要你管 走开 念习呵斥一声 拉着苏子墨绕开此人 继续前行 今日王城中有什么有趣的事 我们去瞧瞧 苏子墨侧目问道 有趣的事 念习沉音少许 说道 今天 在永兴房那边倒是有一场斗丹较量 据说是真火炼丹格和青霜炼丹格的两个修士 不知为何起了冲突 双方约定今日 以炼丹的方式决出胜负 看谁炼制出的丹药品皆高 临近宗门大笔 王城戒严 三大守卫由丹一轮转 换成了现在的两两轮转 也就是说 每天都有两大守卫在王城中守护 稍有风吹草动 就会在第一时间赶到 在这种情况下 哪有修士和势力敢在王城中出手 想要解决恩怨 比拼炼丹 炼祈祷不失为一个法子 而且 这本来就是永兴房两大炼丹格修士的恩怨 以炼丹决定胜负 更是合理 真火炼丹格 清双炼丹格 苏子墨轻难一生 笑了笑 道 走吧 去看看 真火炼丹格的背后是真火门 而清双炼丹格的背后是清双门 这两大门派都位列五大宗门之一 而且苏子墨都与他们有些交集 真火门不必多说 这三年来 真火门在他的手中栽个大跟头 至于清双门 姬摇雪就在清双门中 当年还曾邀请他加入 只不过被苏子墨拒绝 而苏小宁 就在清双门中修炼 没过多久 两人来到永兴房 快 快去看啊 都已经开始了 据说真火炼丹格这一位 是真火门这几年的天才 名为贺星 宗门大比的丹榜之上 必有此人的一席之地 听说清双门的炼丹师是一个年轻女子 名不见经传的 不知道怎么会有勇气跟核心较亮 追随着人流 苏子墨和念琪两人很快就抵达了目的地 在永兴房的角落里 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有一片空地 此时正有一男一女 手持炼丹炉 不断向炼丹炉中投入材料 男子相貌堂堂 只是嘴唇极薄 好似此人乃是薄情寡义之辈 男子熔练投入药材 目光却落在旁边的女子身上 神色轻松 唯唯冷笑 眼中闪过一丝嘲弄 苏子墨看向女子 不禁浑身一震 险些惊呼出声 虽然只是侧脸 但苏子墨却将女子认了出来 苏晓宁 与真火门和新比是恋丹的年轻女子 竟是苏子墨的妹妹 多年未见的苏晓宁 苏子墨原本还以为 再见到自己这个妹妹 还得等到宗门大比正式开始 没想到 今日竟在此地撞见 怎么了 公子 念其离苏子墨最近 察觉到苏子墨神色有意 连忙问了一句 没什么 苏子墨面带笑意 目光始终落在苏晓宁的身上 柔和温暖 几年不见 苏晓宁长大了许多 身形窈窕 长发披在背心上 用一根蓝色的丝带挽柱 身着白衫 鲜尘不染 到真有些许修仙之士的风采 其实 这些年来 苏子墨始终惦记着小宁 小宁的灵根很差 即便有姬摇雪帮衬 在宗门里 可能也会受到不少的欺负和白眼 当初若非苏子墨自己的前途未卜 他一定会将小宁带在身边 苏子墨看得仔细 小宁的修为境界才刚刚踏入住激进 小宁是为灵根 能在几年之内 达到这个境界 已经相当不易 不难想象 这中间 小宁必定吃尽了苦头 要知道 宋奇就是为灵根 修炼了大半辈子也没能踏入住激进 最让苏子墨惊讶的是 小宁竟然成为炼丹师了 苏子墨对炼丹一道略有涉猎 自然能看得出 小宁的炼丹手法颇为熟练 而且整个过程中 非常专注认真 不受外界的影响 完全具备顶尖炼丹师的心理素质 第275章这 才是炼丹 炼丹与炼器 表面上只有一字之差 但实际上却相差许多 炼器对于灵火的等级要求极高 灵火等级越高 在熔炼这一部炼化灵财中的杂质 效率就越高 效果也越好 但炼丹不同 炼丹更加注重对于灵火的掌控 因为灵草药木与铁矿灵财不同 燃点极低 即便是一极灵火 也可以炼化大半的灵草药木 炼丹中 有两次提炼 需要对灵火温度有一个极为精准的拿捏 温度过高 容易直接将灵草药木烧成灰烬 温度过低 又无法提炼出灵草药木中的精华 虽然炼丹不需要聚灵 但却需要对于千千万万的灵草药木 有着极为深入的了解 品阶越高的丹药 丹方越复杂 需要记忆的东西就越多 真正的顶尖炼丹宗师 甚至需要熟记忆万计的灵草药木 空地上 真火炼丹得这位名为赫兴的炼丹师 已经修炼出二级灵火 对火焰的操控也是颇为熟炼 苏晓宁只修炼出一级灵火 但在温度的掌控上 却不弱于对手 两人炼制的是丹药中最常见的回灵丹 回灵丹 用于回复灵力 有一阶二阶三阶三种 效果自然也相差极大 两人炼制的都是二阶回灵丹 单方中灵草数量达到28种之多 这28株草药 每一株炼化都不能出错 否则最后必然会灵丹失败 赫兴的炼丹手法 明显更加高明一些 但此人的目光却极为邪恶 时不时就会飘到苏晓宁的身上 上下巡视 眼神大胆 苏子墨双眼为眯 眼中的杀鸡一闪即逝 炼其有所察觉 有些诧异的看了一眼苏子墨 又看向空地上苏晓宁 若有所思 这个赫兴的炼丹手法不错 但手段却有些卑劣啊 人群中 一位修士低估了一句 另一人连忙捂住前者的嘴 嘘 小点声 小心麻烦上身 旁观者清 大多修士都能看出来 赫兴在炼丹的过程中 对苏晓宁流露出这样的眼神 用意明显 就是为了扰乱苏晓宁的心神 炼丹途中 最忌讳分心分神 无论是提炼还是宁丹 心神烧有一点波动 都会功亏一篑 而苏晓宁对于赫兴的挑衅干扰是若不见 聚精会神的提炼着手中的药材 认真谨慎 小心翼翼 眼中的专注令人动容 在众人看来 苏晓宁的炼丹手法 明显没有赫兴高明 但就是这份专注 却比赫兴强了无数倍 苏子墨暗中点头 颇为欣慰 这两人有什么恩怨 为何在这斗丹 苏子墨看了看身旁的一位修士 低声问道 那人说道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听说好像是因为一尊炼丹炉 这位清双门的女修仙看上的 都已经交付了灵石 结果被赫兴撞见 要付双倍灵石买下这尊炼丹炉 这个女修不肯 双方因此结怨 后来 赫兴又屡次找这女修的麻烦 女修不胜其烦 才与此人在此斗丹 苏子墨皱眉道 这个女子是清双炼丹德的炼丹师 其他修士就任由同门被真火炼丹德的上门欺负 这就不知道了 那人摇头道 不过这个赫兴来头不小 是真火门年轻一辈最有潜力的炼丹师 他哥哥赫江的战力极强 据说是真火门驻激进的第一人 这次宗门大比中 毕竟领榜前十 赫兴兄弟 一个擅长炼丹 一个战力恐怖 在真火门中可是重心捧月的存在 我估计清双炼丹德的主是 估计两宗关系 也不愿得罪赫兴吧 苏子墨点了点头 面无表情 也看不出喜怒 这一会儿的功夫 赫兴和苏晓宁都已经开始进行炼丹的第四步 二次提炼 赫兴眼看着苏晓宁无动于衷 目光更加放肆大胆 口中还发出一连串的怪笑 苏晓宁恍若未闻 紧紧盯着眼前的炼丹炉 利用灵火 掌控火焰温度 将融合后的草药精华中的杂质 一点点炼化提纯 赫兴在原地鬼笑连连 朝隔不停 苏晓宁一语不发 只是专注于炼丹 聚精会神 仿佛忘记了一切 忽视了周围的所有人 只沉浸在自己的炼丹之中 双方高下立判 纵然在炼丹手法上 赫兴比苏晓宁要强一些 但此时此刻 在众人眼中 赫兴就像一个跳梁小丑 何许的阳光 散落在女子的身上 其身后仿佛有光滑青龙 膝彩缤纷 女子的鼻尖额头 渗出一层细腻的汗珠 灿灿生辉 明媚无瑕 在这一刻 众人的脑海中 都闪过一个念头 这 才是炼丹 炼丹师 就应该是这样 炼丹 在女子的手中 仿佛有了灵魂 有了生命 女子不是在炼丹 更像是在孕育一个新的生命 看着女子的炼丹 众人的心头 竟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情不自禁地沉浸在炼丹师的世界里 见证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这一刻 苏子墨笑了 笑得很开心 小宁 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路 虽然苏子墨对炼丹也有所涉猎 甚至当初还夺过朽渺风的丹丰第一 但在这一刻 她不得不承认 在炼丹上面 她比自己这个妹妹 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她懂得 只是丹药的皮毛 而小宁懂得 却是丹药的真谛 渐渐的 苏小宁的身旁 形成了一种无形的气场 越来越强 这是属于顶级炼丹师的气场 克星的神色变了 在苏小宁的气场压制之下 她心中一乱 火焰飘忽 险些将炼丹炉中的草药精华尽数焚化 克星深吸一口气 连忙收敛心神 回头专注炼丹 但此时 已经晚了 二次提炼 苏小宁先一步结束 炼丹炉中 飘散出一股浓郁的药香 周围众人闻了一下 都觉得精神大振 体内的灵力蠢蠢欲动 苏小宁闭目挑戏少许 再度睁开双眼 目光坚定 开始进行凝丹 而此时 赫星才刚刚结束二次提炼 在赫星的炼丹炉中 虽然也有药香飘出 但却若有若无 众人闻起来也都没什么感觉 若是不出意外 凝丹结束之后 苏小宁的丹药成色 必然要好过赫星的丹药 透过这股药香 周围的炼丹师都隐约判断出 苏小宁这炉丹药 甚至有可能炼至初五道丹文的完美丹药 第二百七十六章变故 小宁师妹要赢了啊 嗯 这次也算为我青霜炼丹的扬名了 在人群中 青霜炼丹的一众弟子小声议论着 精神振奋 二接丹药罢了 就算能赢下这一场 也谈不上扬名 我青霜炼丹阁的名声 是数千年积累下来的 跟她有什么关系 初画之人是一位身着黄色长裙的女修 身姿风吟窍窍 下巴微微扬起 露出如天鹅般修长洁白的薄颈 神色巨傲 很明显 黄裙女子在青霜炼丹阁的地位很高 听到她这句话 方才议论的几位修士眼中露雀 连忙闭嘴 杨师姐所言极是 一位青霜炼丹阁的弟子笑着应和一声 另一边 真火炼器房的一众弟子 也在看着空地上的战况 神色凝重 情况不妙 和师兄要书 放心吧 今日青霜门这女的赢不了 等和师兄的眼神行事 初画之人身着淡红色道袍 嘴角为翘 神色冷酷 筑基圆满 名为盲明 在她的身边 还有一头长相凶恶的灵师 脚掌抱着地面 授口为张 隐隐可见锋利的爪牙 空地上 苏晓宁身前的炼丹炉中 散发出的药香之气 越发浓郁 在人群中弥漫 透过炼丹炉的孔洞 向外面飘散着鸟鸟白烟 阴晕变幻 苏晓宁置身其中 身形若隐若现 仿佛低落凡间的仙子 一位虚发花白的老者 袖着飘来的药香 闭着双眼 露出泥醉之色 缓缓说道 以老夫的经验来看 青霜门女娃的这颗回灵丹 必成完美 听到这句话的众人心头一震 这老者在永心房 可是最有名的高级炼丹师 他敢如此断言 结果不会相差太多 克星也看出来 若是继续下去 他必败无疑 克星的眼中 闪烁着金光 一边凝丹 一边朝人群中的盲鸣使了个眼色 盲鸣会议 拍了拍身边灵师的头颅 灵师身形一动 低吼一声 突然窜了上去 挥动手掌 朝着苏晓宁身前的炼丹炉拍去 这一番变化太过突然 别说是专注于炼丹的苏晓宁 就算是围观的众人也都没有料到 这里毕竟是大周王城 严令禁止厮杀争斗 如今临近宗门大笔 气氛更是紧张 不远处就有三大守卫之一的赤就位骑着灵鹫 在半空中巡逻 手持长歌 神色冷峻 谁都没有想到 在这个时候 真火炼丹的这头灵师会跳出来 啪 灵师轻轻松松 一掌就把苏晓宁的炼丹炉扇飞了 碰壁一声 丹药在炼丹中炸裂 滚滚黑气涌动而出 明显是宁丹失败了 宁丹的过程中 最忌讳被打扰 心神稍有波动 都可能宁丹失败 更何况连炼丹炉都被打飞 啊 苏晓宁惊呼一声 手臂上血光闪过 却是灵师打飞炼丹炉 苏晓宁反应稍慢 手臂被灵师的爪子抓出一道伤口 虽然并不严重 却染红了衣衫 灵师打翻炼丹炉 又伤了人 才在盲鸣的呵斥之下 跑了回去 盲鸣轻壳一声 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轻伤炼丹格的道友 真是对不住 在下管教不严 这畜生居然跑出去了 惊扰了你 我这就帮你教训他一番 说完 盲鸣不轻不重地 敲打了一下灵师的头顶 灵师晃了晃头 浑然不觉 还在盲鸣的身上蹭了蹭 哈哈 真火炼丹格的人群中 传来一阵哄笑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盲鸣明显是故意驱使灵师伤人 打翻炼丹炉 望着不远处跌落在地面上的炼丹炉 苏晓宁紧抿着嘴唇 忘记了手臂的疼痛 眼眶为红 双眸渐渐湿润 此时此刻 苏晓宁的心中 最先涌起的不是愤怒 而是悲伤 从始至终 他都没有一点分心 全心全意的炼制回灵丹 他没有错 无比专注 但却在最后 被人破坏 功亏一篑 就差了一点 唉 眼看着一颗即将出世的完美回灵丹 就这么夭折了 众人纷纷摇头 传来一阵奇奇的叹息 苏晓末的目光渐朗 由于灵丝并未针对他 他的灵觉没有反应 而且 他也没有料到 真火炼气格的修饰感 在亡成中 在众目睽睽之下纵容灵丝伤人 看着站在原地 渲然若气的小宁 苏晓末的心头 杀意涌动 几乎无法遏制 站在他身旁的念奇最先察觉到 在苏晓末的身上 他感受到了一股 从未有过的心迹之感 念奇微微侧目 看到了苏晓末的眼神 不禁心头一颤 这种可怕的眼神 念奇曾见过一次 那是半年前那的夜晚 面对两大惊丹真人的时候 苏晓末的双眸 流露出的就是这种眼神 冰朗 淡漠 平静的宛如一片极灭之海 念奇思寸少许 悄无声息的退出人群 四下看了一番 朝着不远处急驰而去 遭遇这种变故 苏晓末反倒平静下来 没有第一时间现身 冷眼旁观 他再等等两方势力的反应 此时此刻 最应该给出反应的就是 在不远处徘徊的赤旧位 还有小宁背后的青双链单格 但苏晓末失望了 他真真切切的看到 两位赤旧位的目光 明明落在了此地 稍有停顿 却又偏过头 选择视而不见 真火炼单格的真是欺人太盛啊 是啊 那明显是故意纵失捣乱伤人 还在这装无辜 人群中 一位修饰大皱眉头 问道赤旧位就在不远处 好像都已经看到这一幕了 怎么没有敢过来啊 这你就不懂了吧 一位老者说道 据说这赤旧位的大统领 外号秃旧的金丹真人 曾在真火门待过一段时间 也算是真火门的半个弟子 这些赤旧位都是他的手下 一般来说 都要给真火门点面子 更何况 这件事可大可小 就算真追究起来 多半不了了之 怎么说灵师出来捣乱 打翻炼丹炉 贺星等人就一口咬死 管教不严 导致灵师自己窜出来伤人 你又能拿他们怎么样 第二百七十七章 咄咄逼人 正如周围众人所言 是就位明显有所偏袒 对于此地发生的一切 自动选择了视若不见 青霜恋丹阁的几位修饰面有怒涩 正要上前理论 却被那位黄群女子的灵力目光制止住 无奈退了回去 青霜恋丹阁的大多促弟子都愤愤不平 却碍于黄群女子的威严 不敢说话 苏晓宁下意识地回头看去 只看见了黄群女子冷漠的面孔 最应该站出来的两方势力 在这一刻都选择了沉默 苏晓宁在人群中央 显得孤独无助 茫然无措 呈 就在此时 站在旁边的赫心轻赫一声 一颗散发着清新药香的丹药 从炼丹炉中蹦出 滴溜溜地在半空中旋转 众人凝神一看 三道丹文 上挺回灵丹 呵呵 赫心轻轻招手 将这枚回灵丹捏在指尖 看着不远处的苏晓宁轻笑一声 悠然道 苏师妹 你输了 赫师兄真厉害 我猜 这次和师兄只用了七成的记忆 肯定不到七成 最多三成 真火炼丹格的一众修士大言不惭地吹捧着 周围人群中的叫好声却熙熙落落 寥寥无几 众人都不是瞎子 虽然上品丹药已经算是难得 但若不出现方才的变故 苏晓宁十有八九会凝聚成五道丹文的完美灵丹 究竟谁胜谁负 一言可辩 如今赫心还有脸说出这种话 众人有所顾忌 虽不会强出头 却都在心中暗骂一声无耻 苏师妹 既然你输了 就按照咱们最初的约定 将那尊炼丹炉拿出来吧 克星洋洋得意 笑咪咪的说道 我没输 苏晓宁毫不畏惧 毫不退缩 声音坚定 克星脸上的笑容一僵 瞬间又恢复如常 继续笑道 苏师妹 你放心 虽然你输了 但我还是会出双倍的价钱买下那尊炼丹炉 不会占你的便宜 只要你把它交出来 我没输 苏晓宁重负着这三个字 克星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苏晓宁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因为你一个人的出耳反耳 言而无信 影响青双炼丹格的名声 克星这番话不但颠倒黑白 还瞬间扣下来一顶大帽子 苏晓宁扬着头 神色倔强 没有屈服之意 小宁 就在此时 青双炼丹格的黄裙女子站了出来 淡淡的说道 把那尊炼丹炉交给贺道友吧 苏晓宁愣住了 眼中充满难以置信之色 人群中也传来一阵躁动 苏子墨目光悠悠 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她心中还有一个疑惑 就是为何这个黄裙女子 会如此针对小宁 她再等一个答案 黄裙女子缓缓说道 既然你选择与人对赌 就应该愿赌服输 我亲双门的弟子 怎能言而无信 可是 我根本没有输 若非她 苏晓宁刚要辩解 却被黄裙女子的声音打断 我不想你听找什么理由 我只看结果 结果 就是你输了 黄裙女子的声音 已经透着一丝严厉 眼中含义渐胜 苏晓宁的身形摇晃了一下 脸色瞬间变得无比苍白 方才 即便是核心咄咄逼人 苏晓宁也没有半点聚色 而如今 当自己的同门都选择站在她的对面 苏晓宁心中最后的一根支柱也随之崩塌 黄裙女子冷冷的看着苏晓宁 审声道 我倾双门与真火门素来交好 最好不要因为你一个人 影响到两宗的交情 你拿出炼丹炉 跟喝道有道葛倩 此事就这么算了 道歉 苏晓宁惨笑一下 眼中尽是嘲弄 反问道 敢问杨师姐 我何错之友 你敢违抗我的命令 黄裙女子脸色一沉 力声道 别以为有姚雪为你撑腰 你就如此放肆 我告诉你 别说姚雪她还没回来 就算她回来 在这大周王城之中 在这青霜恋丹格中 也是我杨玉说了算 听到这番话 旁人还没什么感觉 苏晓末却隐约捕捉到了几条信息 第一 姬摇雪还并未返回王城 这很正常 如今距离宗门大比还有一个多月 大多宗门都还没有动身 第二 眼前这个杨玉与姬摇雪一定有嫌隙 而且杨玉不知道姬摇雪的真实身份 如果杨玉知道姬摇雪的真实身份 还敢如此嚣张 那只能证明这个女子是个白痴 当初两人第一次见面 姬摇雪就隐瞒了自己的姓氏和身份 这也确实是她的行事风格 第三 杨玉针对小宁 多半是因为姬摇雪 在杨玉的眼中 小宁与姬摇雪交好 那就一定是她的敌人 所以才处处为难小宁 苏小宁紧拧着红唇 眼眶中徘徊着痘大的泪珠 却不肯坠落 缓缓的 苏小宁从储物袋中拿出一尊炼丹炉 这个炉子很小 看上去好像有些年头了 极为破旧 上面布满了斑驳的铜绿 单纯这样看 这个炼丹炉毫不起眼 倒也没什么神异之处 但此时 苏小宁之前的手臂受伤 鲜血顺着手臂低落在这尊青铜炼丹炉上 被苏小宁的鲜血沾染 这尊炼丹炉陡然散发出一团沾染神光 熠熠生辉 引得众人纷纷惊叹 紧接着炼丹炉中 竟飘散出一股淡淡的药香 这一次 就连傻子都能看出来 这尊炼丹炉绝对是一件宝贝 克星两眼冒光 贪欲之色一闪即逝 舔了舔嘴唇 当初 他隐约看出来这尊炼丹炉 与真火门中一本古籍中描述的东西有些像 才动了心思 屡次纠缠苏小宁 想要将这尊炼丹炉买回来 这也就是在王城中 若是在王城外面 赫星早就杀人夺宝了 如今一看 这尊炼丹炉果然不是凡物 极有可能就是古籍中描述之物 想到古籍中记载之事 赫星心头火热 更加坚定决心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将这尊炼丹炉拿到手 杨玉看着苏小宁手中的炼丹炉 愣了一下 眼中闪过一抹错愕 他明显没有料到 这尊炼丹炉 竟是一件宝贝 有一瞬间 杨玉的眼底略过一丝悔意 若是不让苏小宁将这尊炼丹炉还回去 以他在青霜炼丹炉的威严 多半能将这尊炼丹炉弄到手 在无数贪婪的目光之下 苏小宁感觉自己好像随时都会被撕成碎片 惊恐无助 手足冰凉 不知为何 苏小宁的脑海中 突然闪过一道身影 那个身影穿着青衫 并不高大 并不睽萎 却能为他遮风挡雨 在这一刻 苏小宁的耳畔仿佛想起了一个柔和的声音 小宁别怕 第278章打爆 那个身影浮现在脑海中 那个声音 回荡在记忆深处 让苏小宁感受到了一丝丝暖意 紧接着 苏小宁看到了一个人 一个穿着青衫的人 正缓缓走来 这个身影看上去并不高大 并不睽萎 却渐渐与苏小宁记忆中的那个身影重合 不分彼此 看到这个人 苏小宁的嘴唇微微张开 娇曲一颤 双眸中尽是难以置信之色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这是错觉吧 苏小宁不敢相信 他扯起衣袖 胡乱得逝去眼中的泪水 睁大了双眼 向来人看去 虽然几年不见 但青衫男子的目光 依然像从前那般温暖 未曾改变 苏小宁的小手捂住阴唇 身体轻颤 双眸中再度蒙上了一层水雾 青衫男子来到苏小宁身前 笑了笑 伸出修长的手指 轻轻是去苏小宁脸上的泪痕 柔声道 别怕啊 有我呢 直到此时 苏小宁才真正的确认 眼前的一切不是幻觉 苏子墨真的出现了 没有从天而降 没有七色云彩 没有浩大声势 只有一个人 却让苏小宁瞬间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苏小宁再也控制不住 宁也无言 泪如泉涌 在这一瞬间 他心中所有的委屈 仿佛都有了去处 尽情的发泄出来 你是谁 这没你什么事 别自找麻烦 赫星皱了皱眉 目光冰朗 看着身前的苏子墨呵斥一声 苏子墨微微侧目 淡淡的看了赫星一眼 苏子墨的眼神平静如水 古井无波 但不知为何 却让赫星的心头涌起一阵悸动 苏子墨指着小宁手掌中的炼丹炉 含笑道 收起来吧 你又没输 这炼丹炉干嘛要给别人 嗯 苏晓宁重重的点了点头 手掌一翻 就将炼丹炉重新收入储物袋中 他始终不愿屈服 但从头至尾 都没有人帮过他 哪怕帮他说过一句话 就连青霜炼丹阁的同门 都在逼迫他交出炼丹炉 在那一刻 苏晓宁感觉浑身冰朗 孤独无助 眼前一片黑暗 只能低头屈服 而如今 当苏子墨站在他身旁的时候 他便拥有了莫大的勇气 这件事 他本就没有错 为何要妥协 赫兴脸色阴沉 韩生道 苏晓宁 你这是什么意思 出了还想反悔 苏晓宁道 赫兴 我再说一遍 我没输 方才发生了什么 在场众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你自己也是心知肚明 我问心无愧 苏晓宁这番话说的斩兵截铁 直地有声 苏晓宁暗中点头 眼中闪过一抹赞赏欣慰 在青霜门这几年的修行 晓宁的性子变得坚强许多 这么说你是给脸不要脸了 赫兴双拳握得卡卡直响 目露凶光 苏晓宁转过身 多不来到赫兴面前 面无表情地问道 这里是大周王朝 天子脚下 你想做什么 哈哈哈哈 赫兴大笑一声 眼中尽是嘲弄 指着苏子墨说道 你还是太天真了啊 哦 苏子墨唯唯挑眉 赫兴凝笑道 在这里 我的确不敢动手杀人 但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善你几个大嘴巴 让你丢尽颜面 赫兴尾根本都不会管 嗯 听到这句话 为观众人摇头暗叹 这完全就是仗势欺人了 赫兴打苏子墨几个嘴巴 毕竟没有出人命 赫兴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根本都不会管 而苏子墨若敢反抗动手 赫兴尾肯定会出面 到时候 遭罪的必然是苏子墨 听到赫兴的话 苏子墨神色如常 平静地说道 你不敢杀人 我敢 你信不信 你敢动我一下 我就逼了你 话音刚落 人群中一片哗然 针锋相对 青山男子这番话什么意思 在大洲王朝 天子脚下 他还敢扬言要杀人 此人要么是疯子 要么就是在口出狂言 呵呵 吓唬我 短暂的沉寂之后 赫兴突然笑了 赫兴看得出来 苏子墨的修为境界不过是铸鸡后期 跟他相同 别说苏子墨不敢出手 就算此人不要命了对他出手 他也能第一时间退走 到时候自然有痴就未出面 将此人镇压 转念至此 赫兴伸出手掌 冷笑一声 狠狠地朝着苏子墨的脸颊扇去 与此同时 苏子墨也出手了 一模一样的动作 一模一样的姿势 而苏子墨的速度 却比赫兴的快了许多 赫兴的指示手掌 而苏子墨手臂末端 仿佛轮动着一面大漠盘 带着凛冽的杀意 瞬息极致 一股恶风扑面 赫兴根本来不及闪躲 死亡气息笼罩过来 几乎让他窒息 赫兴算错了一件事 在这个距离之下 一旦苏子墨出手 他根本就逃不掉 砰 苏子墨的手掌 重重地扇在赫兴的脸颊上 发出一声问响 扑 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之下 赫兴斗大的头颅 竟被苏子墨一掌打爆 老江蹦见 鲜血横流 赫兴的无头身躯仍站在原地 有意无意地抽搐着 人群中 瞬间静了下来 所有人瞪大了双眼 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纵然方才 苏子墨已经放下狠话 也没有人料到 他会真的出手 而且 是如此的杀伐决断 不留余地 这种感觉 就像是这个青山修士随便找了个理由 就江河新杀了 身为真火门年轻一辈最有潜力的炼丹师 方才还一起风发 目空一切 转眼间 就这么被一个来历不明的青山修士避雨掌下 成了一具无头尸体 一切 发生的太快了 所有人看着苏子墨的眼神 好像是在看一个死人 如果只是争斗冲突 赤就未出面 最多就是将过错一方逐出王城 但若是出了人命 杀人者必将偿命 这也就是为何 即便有赤就未作为依仗 赫兴也承认自己不敢在王城中杀人 杀人了 人群中 传来一声尖叫 不远处 有两位吃就未看到此地发生的一幕 眼中闪过难以置信之色 稍有愣神 便大赫一声 手持长歌 杀气腾腾的驾驭灵就而来 真火炼七个众人眼中喷火 面露杀鸡 盲鸣寒声道 小子 你完了 今天没人能救得了你 在他旁边的灵师 也伏低身形 朝着苏子墨怒吼一声 苏子墨眼神冰朗 淡默地说道 你先考虑自己吧 第279章大开杀戒 听到苏子墨的话 盲鸣心里咯噔一下 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这个青山修士还改 盲鸣念头未落 只见苏子墨身形一动 展开神居过系的身法 瞬息之间就已经来到盲鸣身前 冷冷地说道 既然你管教不了这头畜生 我帮你管教 一股凶煞之气扑面 令人窒息 心神站立 恍惚之间 盲鸣感觉冲过来的不是什么人 而是比他身前的灵师更加恐怖的妖兽 灵师似乎也感受到了危险 浑身的毛发树立 原本就庞大的身躯 整整又长大了一圈 看上去勇猛异常 吼 灵师朝着苏子墨爆发出一声咆哮 震哲虚空 呲牙裂嘴 面目猙獰 痴子的吼声 至刚至强 孕育着莫大的威能 突然爆发 对一般的修士而言 却有震哲之力 但苏子墨恍若未闻 毫不夸张地说 修炼大荒十二妖王密点的苏子墨 在身体各个方面 都比前来这头灵师强大多了 别说只是一头普通灵妖 就算是上古一种的狮吼 都未必能撼动苏子墨的心神 狮吼的同时 灵师奋力跃起 挥舞着狮爪 张开血盆大口 朝着苏子墨的脖颈狠狠地咬去 找死 苏子墨冷笑一声 探出手臂 翻手一掌 瞬间按住灵师的头颅 猛地向下抱压 这不是什么精妙的招式 完全是力量上的角逐 灵师借助四肢的发力 纵身跃起 再加上妖族强大的肉身 本应该占据优势 不料 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灵师刚刚跃起 就被苏子墨以更加猛烈 近乎凶残的方式按了回去 砰 苏子墨按着灵师的头颅 野蛮式的砸进地面中 青石碎裂 鲜血蹦践 地面砸出一个大坑 灵师的头骨碎裂 已然气绝身亡 嘶 看到这一幕的修饰 骇然变色 倒吸一口冷气 这人的肉身的有多强 居然以一只手掌 把一头零腰硬生生按死了 此人必然修炼过某种强大的炼体秘术 看上去稳弱 但这身体的爆发力太猛了 他不会是南岳宗的吧 据说南岳宗的炼体术 在五大宗门之中最强 好像不是我们南岳宗的 没见过此人啊 人群中 一位南岳宗修饰一脸迷惑 盲明刚刚将一柄中品飞剑摸出来 身前的灵师就已经死了 太快了 啊 看见苏子墨的眼神 盲明吓得浑身一颤 只觉得头皮发炸 脚底发软 在这一刻 他终于意识到 这个青山男子 根本就没打算放过他 助手 不远处 两位赤就为大喝一声 急迟而来 胯下的灵就发出高亢尖锐的鸣叫 目露凶光 紧紧盯着地面上的苏子墨 嗖嗖 两个赤就为一手拎着长歌 另一手拍在储物袋上 寄出一柄飞剑 向前一指 朝着苏子墨直刺过来 急 与此同时 盲明镇定心神 疯狂地注入灵力 掌心中的飞剑灵光大圣 嗖的一声 向前刺去 三柄飞剑分成三个方向 同时破空而来 苏子墨微微冷笑 伏低身形 几乎贴在地面上 向前一窜 苏子墨的肉身扭曲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犹如一条巨蟒 显之又显得从三柄飞剑中穿梭过去 毫发无损 下一刻 苏子墨站在盲明身前 探出手臂 瞬间扼住盲明的喉咙 用力一捏 咔嚓 盲明的喉骨碎裂 双眼瞪得几乎冒出来 头一歪 舌头伸得老长 软绵绵地倒在地上 已然身隐 转眼之间 苏子墨已经连杀两人 人群大乱 这里是大周王城 在这光天化日之下 赤就位就在不远处的情况下 谁都没有料到 这个青山修士不但敢杀人 而且一出手 就是两条人命 此人已经疯了 大多修士心中闪过这个念头 连忙四散退避 生怕自己被波及到 大胆贼子 在王城之中 你还敢如此放肆 这一会儿的功夫 两位赤就位就已经赶到 在远处 天空中还有赤就位 正朝此地急迟而来 另有一些白点 风驰电车的赶来 今日 是赤就位和白要位 两大王城守卫巡逻 那天空中的白点 就是白要位 苏子墨看着俯冲过来的赤就位 眼中闪过一抹嘲弄 冷笑道 原来两位不瞎 这次倒来的及时 围观众人都能听出 苏子墨这句话中的讥讽之意 不禁暗暗炸舌 这人真是胆大包天 谁都敢招惹 而下一刻 更加惊骇的一幕发生 人群瞬间炸了 面对一面冲来的赤就位 苏子墨不退不避 双眸大亮 探出两条手臂 纵身一跃 一把抓住半空中灵鹫的爪子 两头灵鹫心中大惊 煽动双翼 狂风四起 沙石漫天 奋力的向上飞去 而两头灵鹫身上的赤就位神色不变 手持长歌 眼中沙翼涌动 朝着中间的苏子墨狠狠的刺去 给我下来吧 苏子墨大喝一声 双臂韵力 蛮不讲理一般的 竟将两头灵鹫从半空中 隐声声拽了下来 两头灵鹫的力量 竟然比不过这个看似稳弱的书生 砰砰 几乎是同时 两头灵鹫重重的砸在地面上 发出一阵悲鸣 尘埃四起 而两个赤就位身体失去平衡 长个失去准头 险些刺中对方 两人连忙从灵鹫上跳下来 显得狼狈不堪 扑 苏子墨迈出一大步 瞬间将脚下的一头灵鹫才死 身形一晃 瞬间切入一位赤就位的怀中 狠狠一靠 瞪瞪瞪 此人连退三步 才顿住身形 紧接着 此人脸上血色进退 踢着铠甲完好无损 里面的身躯却骤然炸裂 化为一团血雾 残枝断臂乱飞 看似简简单单的一靠 却蕴藏着苏子墨浑身的力道 这个赤就位虽然是筑基圆满 但其肉身哪能承受住 这样恐怖的爆发 另一位赤就位刚刚运转伶俐 长搁上灵光大圣 正要上前 却看到这一幕 不禁浑身一颤 心声褪意 这附近的赤就位 和白要为正朝此地赶来 他没必要为一时一气 与这个疯子拼隔生死 等众人到齐 此人自然辅诛 苏子墨目光深邃 神秘莫测 仿佛瞬间看透此人的心意 跨不上前 淡淡的说道 你也不要走了 那命来吧 第二百八十张两大统领 啊 剩下的这个赤就位大吼一声 眼中的狠色一闪而过 从方才苏子墨出手的情形来看 在这个距离之下 他根本就逃不掉 能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就是与苏子墨多周旋几个回合 等待其他赤就位和白要为的支援 转眼间 苏子墨已经杀到近前 赤就位手中的长歌灵光大圣 双臂韵力 长歌抖动 在半空中滑出一个半圆 带着凛冽的寒意 朝着苏子墨身前刺去 灵力汹涌 长歌周围仿佛凝聚出一股灵力风暴 声势害人 苏子墨神色不变 简简单单的探出手掌 看似魂不着力的搭在了迎面次来的长歌上 一卷一阵 长歌周围的灵力风暴瞬间溃散 嗡 长歌剧烈的战斗 这位吃就位拿捏不住 虎口震裂 痛呼一声 手掌上已经是鲜血淋漓 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双方数益接触 这个吃就位的兵器就已经脱手 被眼前这个来历不明的青山修士夺走 众人看得眼珠子差点掉出来 不过是注姬后期 却以血肉之躯 硬汉灵气还能不败 这人肉身的力量 究竟达到了什么地步 苏子墨目光冷漠 握住夺来的长歌 反手一次 向上一挑 扑 却光闪现 对面吃就位的喉咙瞬间被刺穿 眼神暗淡下来 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周围众人看着这一幕 神色悍然 张着嘴 眼中尽是不可思议 局势变化的实在太快 至今仍有许多人反应不过来 从苏子墨出手到现在 不过十几席 却已经有四人横尸当场 如果说 苏子墨斩杀两位真火炼 练丹德的修士 已经足够让众人震惊 那后来 他又果断出手 强势无比的镇压两位赤就位 就已经让众人感觉到惊骇了 杀伐决断 这样狠辣的修士 已经好久没看到了 人群中 一位老者暗暗炸舌 感慨一声 哼 杀伐决断又怎样 还不是死人一个 是啊 死人若只是杀掉真火炼丹德的弟子 或许还有活命的机会 但他方才连赤就位都杀了 这等于是公然挑衅皇族威严啊 众人议论的时候 目光始终落在苏子墨身上 精神紧绷 生怕他又冲入人群中肆意杀戮 毕竟在众人看来 苏子墨已经是个死人 既然明知必死 多杀几个垫背也很正常 不料 苏子墨连杀死人之后 便副手而立 神色淡然 竟然没有其他过激的举动 眼看着赤就位和白药卫已经赶来 见成何为之事 苏子墨也不逃 似乎是已经放戏 但令众人不解的是 在苏子墨的眼中 他们看不到哪怕一丝一毫的慌乱和畏惧 犹如古井一般 深邃幽暗 没有波澜 这一刻 站在四具尸体旁的青山修士 仿佛成了一个谜 没有人能看透他 最初 这个人的出手 让众人猝不及防 最后 这个人的平静 又让众人心生不解 突然 一位老者审声道 其实 这个青山修士 倒也并非没有活命的机会 怎么说 有人问道 老者说道 你们有没有注意 真正算起来 错不在此人 而是和新鲜出手的 若是按照这个角度来看 那此人之后行为虽然过激 但却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在王成中 虽然不许厮杀争斗 但若有人对另一人出手 后者不可能呆在原地一动不动 任由对方屠路 完全可以反抗 老者的意思很简单 如果一切建立在和新鲜 对苏子墨出手的前提之下 那苏子墨之后的行为 就算是正当的反抗 那也没用 此人必死无疑 是啊 就算此人占理 但他面对的是真火门和赤就位 两大势力 他什么身份 能与这两大势力较近 除非此人身份高的没边 连大周天子都卖他的面子 否则他绝无活命机会 不远处 苏小宁才刚刚从震撼中心醒过来 正要向苏子墨跑去 却顿住身形 只见苏子墨双眼一眯 目光凌厉 不着痕迹地摇了摇头 如今局势复杂 还不明朗 最后会有怎样的结果 他也不确定 这种形式之下 苏子墨不想让小宁卷进来 兄妹两人心有灵犀 小宁会议 虽没有上前 但眼中却流露出深深的担忧 呼呼呼 很快 距离此地最近的赤旧味和白药味都已经感到 看灼地面上的几具尸体 众多首位神色冰朗 看着苏子墨的目光带着无尽的杀鸡 怎么回事 就在此时 一个阴冷的声音徐徐传来 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下 一道身影脚下空无一物 风驰电撤而来 速度极快 眨眼间就已经来到半空中 腾空而立 精丹真人 来人身着赤色长袍 光头无眉 气息阴朗 目光如阴准般锐利 见过大统领 半空中 众多次就为其声喊道 来人正是持就位的大统领 人称突旧 手段狠辣 性情暴虐 突旧有依套独有的酷刑 但凡落入他手中的修饰 都是生不如死 据说 之前有修饰得罪突旧 被其硬生生折磨摧残了整整一个月 精神崩溃 彻底封掉 最后才被一点点零食而死 死状七彩 不曾瞑目 在大周王朝中流传着一句话 宁可自觉身亡 也不可落入突旧之手 就在突旧赶到之后 另一道身影也降临此地 身着一席白衫 仙尘不染 女子容颜不俗 腰玄长剑 天若惊鸿 见过大统领 见到此人 半空中众多白药卫抱拳汉手 白药卫都是女修 如今其声高呼 声音清脆 引得众人纷纷侧目 来人正是白药卫的大统领 白宇涵 临近宗门大比 王朝中每日都有两大守卫巡逻 另一大守卫修席 如此轮转 近日在王朝中巡逻的正式赤就位和白药卫 如今两大守卫的大统领 已经全部赶到 望着地面上的四具尸体 白宇涵轻醋而眉 目光在苏子墨的身上巡视一圈 摇了摇头 在白宇涵看来 这个青山修是面生得很 而且腰间也没有挂着宗门令牌 多半是外来的散修 这样看来 此人的结局已经注定 这些人说 最后的这部分 reveal 你怎么做